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剛剛有人提到說 我們上課哪些部分算是社會學的 社會學裡面 我順便說一下 會注重所謂的社會不平等的四個面向 一個就是性別 一個是年齡 一個是種族 一個是階級 所以像在佛陀裡面 我們特別講到種性制度 還有佛陀說無種性制度 就希望超越階級 在孔子這邊也是 他把教育 原來只有貴族階級能夠受的教育傳給人間 這是歷史上的一個很重要的跳躍 所以超越了階級 但這些古人都沒有超越性別 這個我們大家都會提到 大部分人在念佛學的人 或在念儒學的人 對於這個都比較忽略 一方面資料也很少 也可以了解為什麼 那這個種族的問題 是像有華夏跟蠻夷之分 這個到底為什麼分 然後印度人跟別人的分有什麼分 在耶穌裡面有外邦人 跟他們上帝的選民之間 所以有人認為耶穌其實只是一個猶太的經師 做猶太的不是要跟其他非猶太人有關係 非猶太人叫做異邦人 Gentile 所以後來蹦出了一個叫做保羅的人 保羅的人就說 耶穌顯現給他 叫他到外邦去傳教 所以才會把基督教變成是一個世界性的宗教 不然他就是猶太教裡面的一個分支而已 所以保羅的貢獻匪淺 但是耶穌基督並沒有 耶穌如果加了基督 當然就救死 耶穌到底有沒有一個普世的概念 就是選民到底是誰 是不是只是那一小撮 以色列人或者是猶太人 那這個都是有不同的爭議的 那一樣到了穆罕默德也是 除了伊斯蘭教徒之外 其他人的關係 這我們可以廣泛地看成是一個種族 或者看成一個界限的關係 現在有些概念叫做包含或者是排除 這包含也可以叫納入 什麼樣的人可以納入你的指定的一個圈 社會圈 那什麼樣的人是要排除在外 像在歐洲 現在保守的力量起來 所以移民都被認為是外來的 希望他不要來 梅克爾夫人收容了非常多的中東的難民 這個讓他的國人 有一批人非常不高興 所以他們保守派勢力就起來 今年瑞典也是一樣 有這個難民地方 支持難民人最後都會被 目前都被選民唾棄 被右派選民唾棄 應該這樣講 所以這就是他社會學的部分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人際關係 大部分講佛學的人不會特別講到佛陀的人際關係 或是他強調人際關係那一面 在我的社會社會學裡面 幾乎都有強調這一面 裡面有家庭關係 有君臣關係 有什麼 這都是社會社會中很重要的一面 因為我們通常在孔德之前的社會學 相關的概念我們都叫社會思想史 孔德之後的才叫社會學概念 所以有這個區分 所以嚴格來說 我的課如果照傳統的說法 應該是社會思想史中的一支 或者是比較的社會思想史 如果真的要這樣講 但現在社會思想史 很多課都沒有教 很多學校沒有 像我們就廢掉了 變成了選修課 這幾年好像也沒人開 那我這個大概廣泛來講是這個 所以其他人可能強調的 如果我要強調就會略有不同 簡單講是這樣 但目前為止我很少知道 我可以說 我不知道任何華文世界裡面 有把這五個人拿來一起教的 教童子人很多 用我這種方式 五個人對照或者來教的 幾乎是 我是第一人 我希望以後有一點多人 能增加來談這個 如果真的要華仲取寵的話 我們就叫五大聖歌傳 這樣可能吸引大的學生 會多一點這樣 如果還可以的話 就找那個能人 把它畫成漫畫 因為這裡面很多東西 可以畫成漫畫 好 但是你如果一定要用 像我現在這種方式 你就會覺得它很嚴肅 但是如果你用漫畫來展示 然後看起來 它就真的是很生活 真的是很生活 那我們這裡面提到 其實是五輪關係 五輪關係是孟子講出來的 但是其實大家都有這樣子的想法 沒有人把它講這樣 那五輪關係呢 論語裡面 這個五輪就是孟子提出來的 講到父子關係 君臣朋友夫婦手足 但因為夫婦幾乎沒記載 孔子有太太 但他很少講了 跟太太他是怎麼相處 他更沒有講 跟太太該怎麼相處 佛陀有說 孔子沒說 兩孩同樣都結婚的人 為什麼沒說 還是說了沒記載 或者這是弟子不重視的問題 但是不管怎麼說 這個時代 我們這個時代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可能更重要的問題 我一直覺得 不是夫婦的問題 是男女的問題 有了男女才後面夫婦的問題 甚至現在有人主張 不是男女就可以結婚夫婦 那這更是另外一個 值得討論的問題 夫婦當初決定男女是為了什麼 很多人認為是跟傳宗借代有關 那這裡面有個最簡單的問題 如果跟傳宗借代有關 任何夫妻不能生小孩的 或不願生小孩的 都應該法定上禁止他們繼續結婚 如果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對不對 有沒有任何國家才這麼做 納粹時代 還希望把精神病患 全部絕育 做手術 那是納粹做得出來 全世界沒有第二個政權 做得出這樣的事情 因為不管怎麼樣 你可以說 優生的理由 但是總有人道的理由 讓你不能做這件事 誰敢做這件事 你要做也偷偷做 沒有人敢張揚說 在我的國家裏 在我統治的事裏面 只要是身體不健康 我們全部不讓他生 沒有人敢這麼說 因為如果有人做 這個也會很大 手足問題也很少人討論 中國大陸因為最近 是人類歷史上一個罕見的現象 就只有一個小孩 最近開放二臺 就發現開放了也很多人不敢生 可見有些問題不是開放與否的問題 在以前沒開放的時候 舊人有二胎 在鄉下地方二胎是不太禁止的 基本上攪點錢就可以了 那有人海外生的不算二胎 所以我認識有些人說 你怎麼就兩個小孩就三個小孩 我海外生的啊 海外生的不算不算啊 所以你知道 有了辦法就有漏洞 有漏洞就有人會賺 簡單講就這樣 所以這個要生小孩與否 這有時候跟鼓勵不鼓勵 沒有太大關係 跟實際上做得到 跟做不到有關係 我的那個時代 或我們那個更早的時代 只要小孩生下來 幾乎都能養 現在很多人會先考慮到 怎麼養啊 經濟上不可能 還有這個社會環境越來越差 文化環境越來越差 自然環境越來越差 我幹嘛生個小孩 讓他來受這種苦 你可以找N個理由 那天有一個人問我 那天有一個人問我 有關少子化的問題 我說你的考量 大概就只有經濟問題 我覺得不是只有經濟問題 我說還有以前的考量 在馬爾薩斯時代 認為人口跟糧食生產 是有關係的 可是現在糧食生產 已經藉著科技的發展 突破了那個當時的糧食的限制 所以糧食跟人口的問題 已經出現了一個更多的可能性 這是馬爾薩斯時代想像不到的 那我們現在覺得少子化 這是非常骨盾的地方 我小的時候 老師老說 台灣呢 是全部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 那我們不是少一點 小孩就小一點嗎 大家就會更舒服一點嗎 不是 你都知道 這應該是一件好事啊 那為什麼大家那麼緊張 原來納稅的人會少 那就抽重稅啊 本來一個人交一塊錢 那現在就差一個人交兩塊錢 北歐就這樣搞啊 所以他交兩塊錢 他的福利就比我們多很多啊 我們現在只交一塊錢 就已經享受到這種福利 這國家不垮才怪的 好 論語中展現 卻被人忽略的重要關係 其實是私生關係 孔子橫少 幾乎沒有談到私生關係 所以孔子死了 該怎麼服傷服 沒有 所以他才會說 嚴怨死的時候 孔子是馬當成父子看 那就有傷無服 心中覺得難過 但不必穿傷服 他不知道到現在 更沒有什麼人穿傷服 我年輕的時候 有人家死了 還要綁了一個黑的布在這裡 或者是一個麻布的東西在這裡 現在我看不到這樣的人 家裡死了也不用擺任何的東西 所以這個搞得很難 好 孔子惹怒女人 為女子與小人為難而言 這句話 所以很多女人就很中氣 很多人甚至認為這話不該讀 連我們玉老師都說這張不要念 我覺得重點在這裡 這就是中庸之道 敬之則不怨 怨之則怨 你太靠近他他也不高興 你離開他遠他就抱怨你 可是我覺得這不是女子跟小人的問題 所有人都應該保持一個適當的人際距離 是不是 所以你不要敬不要遠那是什麼 中庸之道 該敬的時候敬 該遠的時候遠嗎 這就是孔子講的時 時間的時 人家很忙的時候你還跟人家很親密 人家很希望跟你的時候你又覺得你自己很忙 那不是兩人什麼時候才會在一起 人跟人之間就像跳Tango 你進了我就得退 我退了你就得進 這樣就不會踩到腳 你進我也進那就踩到腳 好 那這個我在很早以前就畫一個表 這個表就是我被拒絕的一篇文章 吳溫溫溫關係上面有平等跟不平等的問題 然後這個生活領域有家內跟家外的問題 講家之內跟家之外是因為家內家外有時候太減少 那你就發現家之內的不平等關係 就是家內沒有平等的關係 就是父子、夫婦、長幼、或者手足 家之外的平等關係大概就是朋友、君臣 那家之內是不是沒有平等關係 因為我們玉老師常說夫妻是平等關係 因為妻者是企業 妻就是一樣的 但是除了女老師之外 我沒有聽到任何一個人認為 中國的家庭夫妻是平等的 玉老師說從字意上 如果講夫妻的話 妻就是齊國那個齊的意思 所以我順便講一下 但只有他講沒有人講 我就順便給你講一下 好 我們就先講父子關係 這不要造的哪裡 看這個樓如果再清楚一點 就有一點 我們有居高證的一點可怕 作為兒子的孔子 我們講他怎麼做跟他怎麼說 三歲上父 所以基本上對他父親應該是沒有什麼印象 如果他們還不住在一起 如果孔子是所謂小老婆的小孩或妾的小孩 那可能還真不住在一起 那就更沒印象 所以到底怎麼樣不知道 坦白我們只能說不知道 所以另外一個就是 他不知道他父親葬在哪裡 我想這個我們剛過清明節 對於我們比較親近的祖先 我們見過面的 你的感情比較強 沒有見過面的 你會覺得那是你祖先 那你長怎麼樣可能都不認得 像我就回去前四年了 先四年了 回去記我爺爺的份 我從來沒見過我爺爺 那我奶奶更不用說了 從來沒見過 但是你就會在那裡的時候 你就要有一個很奇妙的感覺 你就非常奇妙 就一堆粉土 我們因為是海報還立了一個碑 那個碑在Google Map上還可以看得到 就一個白點 因為是黃土平原 黃海平原 就是其他農作收的時候 就一片黃土 就是黃土中有一個碑 有個白白的點 因為你順著高速公路下來 彎幾個彎就到了 就是那個點 我爺爺的粉我竟然能看得到 但是那就是一個很奇怪的感覺 你知道那邊躺那人跟你有關系 但你從來沒見過他 這非常非常神秘 奇妙感 好 那他有父親的經驗 他父親不在 但他作為父親有 陳康問於伯爵約這個講過了 那這個說他對他的學生跟對他小孩是一樣的 這要不就是孔麗很會說話 其實不一樣 但是說成一樣 學生就不會來找麻辣 一個眾學生 眾學生就是退而喜悅 很高興 問一得三 聽說我買一個還送兩件事 文師、文藝、文君子、怨啟子 這最壞的地方就是君子、怨啟子 所以在中華文化裡面 你通常都義子而教 沒有人教自己的小孩了 可這樣親子關係就不親密啊 那現在這個社會 就是爸爸要參與很多責任 所以如果都義子而教 爸爸要參與責任 這個文化壓力就很大 你是男人 你怎麼還在家請慘假 在別的文化裡面 這問題就很小 因為夫妻之間 這都是兩人的事情 那小孩是要兩個人照顧 所以你也可以請慘假 我也可以請慘假 我們的文化 在剛開始的時候 男人是不能請慘假的 你女人請慘假的當然 因為你生小孩 我說那你都單親嗎 我以前說 那當然應該夫妻一起共同照顧啊 那有爸爸媽媽 那你就假定大家爸爸媽媽關係很好 你假定大家都有爸爸媽媽 沒有爸爸媽媽你怎麼辦 老婆一個人在家 帶我小孩不會得了產後憂鬱症啊 李克太太就得了產後憂鬱症 那不只有她 很多人都得了產後憂鬱症 為什麼 你覺得奇怪了 當初是兩個人要做的事情 然後我懷了孩子 我生了孩子 然後你就不見了 就算你去賺錢 有很多壓力 你需要宣洩的 沒有 你就一個女人去面對這個生下的小孩 那這個壓力有多大 還不講說 有人說 過的第一個結婚以後 過的第一個年 是在別人家過的 在陌生人家過的 那你還在陌生人家 幫人家煮飯 幫人家那個 你都覺得 我這是何苦呢 我 很少人去考慮到這種心情 當然這種心情慢慢會過去 但是你可以知道有這種事情 然後第二個呢 他也會說 你為舟難昭難乎 這是講詩經了 所以孔子跟他的小孩講話 跟弟子講話類似 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然後這裡也是 這個不是論語裡面 是孔子家語裡面 烏文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 其微學以後 這孔子跟他兒子說 孔子很喜歡學 所以跟自己的小孩在一起 講的也是學的事情 所以君子不可以不學 你要跟這經人名字學也 學之無恥 你要學好東西 簡單講的是這樣 其中這裡面 你有機會再看一下 好 這個我們上次也講過 這個有人的誤解 就是一知半解 不知道從哪來的一知半解 柏諭的母親死了 柏諭母親就是孔子的太太 因為顯成柏諭之母死 你就以為是孔子休妻的太太 已經不是孔子的太太 這是這個敘述的問題 柏諭之母死 為什麼不寫孔子之妻死 孔子也沒娶第二個老婆 姬 姬就是死了一年 叫做姬 姬而後游哭 有時候就要響 有時候叫姬 這個字念姬 夫子文字 誰語哭著 誰在那哭啊 還在哭 死了一年了 門人曰黎也 你兒子啊 孔黎啊 夫子曰西 其聖也 這個西不是現在西孝的意思 這是一個感嘆詞 怎麼可以這樣太過分了吧 柏諭文之遂除 就再不哭了 不是說她媽媽死 她不讓她哭 是死了已經過一年了 根據禮法不該哭 你該恢復正常生活了 你只有清明的時候 什麼祭她 懷念她 你那時候要燒香要哭都可以 人的這個情感需要受到一些節制 你不要毫無節制 從此的那一天哭到最後你已經能哭瞎了 只嚇著兒子死掉 就把自己哭瞎了 所以說孔子學中 跟孔子學 最後還是沒學到 該怎麼做怎麼做 該停的時候停 該哭的時候哭 不是說我太想念我兒子了 我也想念我的狗 每天走的路都還是以前散步的路 那能每次想念到 反正我自己走路 我就跟她講點話 就這樣 難道我到時候就 裝作還有一隻狗 然後這樣牽著 我不被送到醫院去才怪 對不對 這是有個限度 懂嗎 不過一隻上母爺 雞肉哭 這也是一樣的 這是從禮記來的 所以說抄這個數 說禮也 非禮也 這邊多加厲的非禮也 現在非禮至少在香港話 非禮是強迫的意思 以前我們看香港漢話 是非禮啊 中國大學家叫流氓啊 我們的流氓 都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很有意思 強暴這件事情 到底都講了什麼 所以那也是一樣 兒子上女不能違反身份倫理 就是說他 延會死了 延會的爸爸要說 孔老師 我們家窮啊 做不起棺材 那就給我們一個做果 官跟果以前是兩個層子 他們家窮就只有果 沒有官 然後子曰 才不才一個人其自爾 這個句話 不用了解 沒什麼關係 說你也死有官兒無果 我的兒子 根據我的身份 他只有官 他沒有果 無不圖刑 必為之意 我不能自己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們得遵守規矩 武松帶你之後 不肯圖刑也 那你兒子 有個官就行了吧 怎麼還要果呢 他也不是那個身份啊 所以孔子對自己的選擇也不會違反你啊 這樣聽起來就很無情啊 你怎麼就不為我例外一次呢 很多人跟人家建立好關係是希望有例外 孔子是沒有我們例外 孔子論孝 說他地則入則孝 入跟初大概跟鄉里中族有關 《緊尔心犯罕中》 《 incor sexually貴霸罕的選友》 甘在於右邊 我說負債觀其智 父母觀其行 如果旗是負那就是鬼騙呢 父母觀其行 這是歧視自己,當兒子那個人。父在的時候看你,有父親在,你不能依據你自己的想法做任意做事,那你的志向在哪裡?父母關心心,老爸死了以後看你是不是有實行你志向的心,然後三年五改於父子道可不可以笑?為什麼三年五改呢?這就是爭議的地方,所以老爸做的好,你當然跟著做,老爸做的不好就得改啊。 這個在《異經》裡面有一句話,講得有點不太容易懂,叫做幹父之骨。父親做的不好的事情,那骨是不好的事情,就下了骨,三個蟲,一個鳴。不幹不好的事情,你得更正它。你老爸以前是黑道,那你就得趕快做好事,彌補一下,修裂功德,照現在說的。就你不要再延續老爸做的不好的事情。 照這個邏輯,那個西洋片教父就不會拍第三集,因為他就不會接老爸的那種黑道事業。他又當過美國軍人,他就應該重量。沒想到後來還是接老爸的黑道事業。 所以這個是三年五改嗎?所以這裡面就是說,你要了解經典的時候,不能夠用這種。通常我們講的一個事情都是假定是好事。 三年五改不知道是假定爸爸做的是好事。我們不能用壞事來假定。可是你閱讀的時候,你可以這種這種吹毛求吃法。 我們常常也說,你要跟老師學,我們假定的這是一個好老師。我們假定的不是狼師。我總會說,你去跟那個狼師學,他到處會強暴你啊。 你這是什麼邏輯啊?你的人。對吧?所以我們通常在講一件事情的時候,都是假定的是一件好事情。尤其鼓勵你去做的時候。 當然老師裡面有狼師,有好的老師,也有不怎麼樣的老師。好,那這個很多人問他笑要怎麼做。你看,這裡面就是一個講話,沒有把第一次講清楚。 孟一直問笑,孔子說,無為。無為的問子念到這裡就是不要違背你父母親的意思啊。所以後來才有天下無不適的父母這樣的話。孔子是這個意思嗎?你只讀前半段啊。 你看,孔子以為他懂啊。所以,凡池駕車的時候,孔子告訴他,孟孫問笑於我,我隊員無為,就把前話講給他。 凡池曰何為人?凡池在駕車,理論上跟駕車的人不要講話。以前我坐公車年輕的時候說,請勿與駕駛員談話。現在沒這句話,現在駕駛員很樂意跟某些人談話。 凡池曰何為什麼意思啊?你看看再來,生,他活的時候要視之以理,知當然就是你的父母親。 死呢,葬之以理,記之以理。所以重點,無為什麼?無為理啊。為什麼孔子不第一次講清楚呢?講清楚就不用後面這個了嘛。 對不對?孟一子問笑,只願無為。這就會想到很多問題。孟一子問笑,只願無為理。做什麼事都為理。這就不用下面了。 所以話不講清楚,就要讓人家追著問。這還好追著問,不追著問誰懂啊?而且呢,麻煩是這個,他跟凡池說,孟一子沒聽到啊。 不是嘛?所以要是像我的課上網以後,孟一子還先無聊的上網,誒,哦,原來是這個意思啊。他就懂了嘛。 不然的話,孔子常常有些話都是背著人家說的。當時的人都沒聽到啊。就像你不來的人,我怎麼教你?有網路課程。 所以你真想跑掉,還真不容易。沒有網路課程,怎麼辦?你真想學的,如果你真是不得已而不來,你就趕快借筆記啦。 是嗎?講了什麼啊?你幫我錄音啊?我再聽一遍啊?這是熱心向學的人。 其他人就無所謂了,我沒去。他這樣是不重要的,不會考試的。 那這個孟我問笑,他說我父母為期之憂。你看,這都很現實。 那有人說其日誰啊?說自己啊。可是我覺得這是雙向啦。 你爸媽生病,你不擔心嗎?那你坐著爸媽,你小孩生病,你不擔心嗎?都擔心嘛。 所以這個疾就不應該只是單向的疾啊。你會擔心父母的疾,父母也會擔心你的疾。就這麼簡單。 所以很多人在外面住,常常抱喜不抱歉。說,弟弟在外面住這一天,天氣變化很大。你怎麼樣?還好?有感冒嗎?沒有。 咳嗽咳嗽就幹嘛?空氣不好。你放心,我這外面很好。 大部分人都這樣。 既康子溫,使民敬,跟忠以勸,如之河。敬,忠,還有勸,三件事。應該是這樣。 子曰,民之以裝。你要對他,這個靈之就是從上到下,用忠敬的心意,他就會尊敬你。 當然現在不強調尊敬,現在強調跟年輕人打成一片。所以戴帽子也要反著戴,然後要穿得很隨便,不能穿西裝。你要穿得隨便一點,就會親近年輕人。 所以這個已經不是靈之以裝則敬。他不要你敬,他要你親近。 笑慈則忠。你這個人要對下面笑,對你上面慈。對下面慈,你的子孫對你笑,就會把事情辦好。 忠後來到了漢朝以後,大概都變成了忠君了。在孔子的時代沒有忠君的概念。忠於事,把事情做好。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跳躍。 舉善而教父,能則勸。你就讓那好人出來,大家跟他學,這樣就好了。 然後不懂的人,懂的人出來教父不懂的人。到現在很多教育還有啊,找小老師。班上的那個人程度不一樣,對吧? 所以程度高的人,就可以教程度差一點的人。但是這與其找小老師,真的不如影片放上網。 我覺得全台灣啦,很多人可以上網去自我學習。像數學,有人學一次。數學或英文,大部分的困擾在這兒。 他聽一次可能聽不懂,你讓他回家多聽幾次,他可能就懂。但是你以前沒有錄影設備,你講一遍,他當時不懂就過去了。 然後第一堂課不懂,第二堂課以後全垮。尤其數學是累積的。如果一年級的字課都不懂,你後面就沒有了。 英文也是一樣。 所以像這種呢,如果你真要他懂,就必須在基礎上。人家可能花十倍時間。人家一次能懂,他可能需要花十倍時間。但是這是值得的。 那這個還有,紫尤也問笑。很多苦門人都問笑的。說笑就是能漾嗎? 這個上面仰,下面叫漾。下面仰,上面叫漾。這是一個中國字的不同。 拳馬都能有漾啊,都能有漾啊。打漾拳馬。那是古代,跟現在人的漾拳馬不太一樣。 現在人特別是漾拳,真的有的福利比人還好。不靖可以別。我強調在這個靖上。 孔子以為現在人不靳全馬。嘿嘿,孔子真是沒看到這個時代。現在人對全馬的靖不會亞於,甚至還高於對於父母親或對於小孩的靖。 有人過年放假回家,他的房間已經不見了。那裡面是什麼呢?裡面是狗的房間。 有一個學生跟我講,我回家以後,我的房間不見了。我那裡睡哪兒?我睡沙發。那你原來的房間呢? 原來的房間是我媽媽新養的狗,睡在裡面。我說,你媽對牠還不太好。 他說,是,牠已經用了房間,還不太好。我問,你媽沒跟牠一起睡啊。 像我們家狗、貓,就是全部人睡在一張床上。我不睡籠子裡的。 我連吃飯,我的貓都上桌吃飯。我說,人在桌上吃飯,貓怎麼在地上吃飯呢? 我就把貓的東西擺在上面。他說,上桌吃飯。當然不是跟我們同桌。 原來是跟我們同桌的。 反正說,怕貓吃人的東西。 我說,我有些觀念,因為我自己住,我跟我太太兩個一個決定的事情。 就跟爸媽住,那還得了。貓都上桌了,不成體統啊。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跟家人住。尤其你自己長大一點。 你自己的生活,你自己決定。 你跟貓狗做,那不是東西會跳肘嗎? 我說,不會啊。我給牠洗澡啊。 我每個禮拜給牠洗澡。貓自己會洗,然後給牠帶跳肘圈。 不會有跳肘。 我養了貓狗那麼久,從來沒有跳肘我。 我狗還天天出來也沒跳肘。 給牠做一些預防措施就不會有了。 所以這個不敬可以別吾。 好,子下未笑,子曰色男。 這也是。 酒病床前無孝食啊。 是因為你很難再擺這每天那樣子很煩的事情。 尤其有的人吃呆了。 那個行為原型都不能控制。 隨地打小便,罵人,還打人,晚上不睡覺。 你再有好脾氣,你都說。 各位同學,如果沒有碰到,完全不知道怎麼一回事。 你是非常幸運的人。 我希望你們到我這個年紀也不會碰到這種事。 我這一代人開始碰到這種事。 已經不知道多少人都是為自己的爸媽在苦惱。 退休人是養一個更老的人。 然後如果他漸漸康康的,那大家都很幸福。 如果他有時代,我就碰過聽到好多故事。 大家都一言難盡的。 一言難盡的。 尤其亂小便,然後什麼答便塗在牆上。 你真的覺得人間煉獄,怎麼會這樣。 那這個故事也不好跟人說色男。 有勢弟子夫妻,有勢先生亂。 反正有不好的你都做,有好的都他享受。 這樣就笑了嗎?當然不是的,要算了。 你總不能一邊做一邊罵嗎? 但大部分人真的到最後就一邊做一邊罵。 為什麼是我啊? 真的是我們跟惡的距離啊。 有的人照顧不了自己的爸媽,就一起同歸於盡了。 有人照顧不了自己的小孩,就一起同歸於盡了。 台灣的家長,有時候覺得自己有權力決定小孩的生命。 這種事情在國外比較罕見。 在台灣三部五時,你會看到爸媽帶著小孩,不管是爸, 或媽媽帶著小孩,把他帶著什麼樣子,就全家一起死。 每次看到那種新聞,我都難過到不知道怎麼辦太好。 他們一定想到走投無路的了。 那怎麼會讓他想走投無路的? 尤其有些年輕人,像最近那個故事。 那爸爸看起來是好爽好腳的人啊。 他幹什麼事情不行,怎麼會養不活? 就把小孩給給給給給給。 你怎麼有權力殺害兩條生命呢? 這也就是我剛剛講到說, 有時候我們覺得父母親要為小孩的這個行為負責。 這可能就是他變態地認為自己負責任的好事。 什麼時候他可以了解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呢? 尤其我覺得這一點是,有時候想到都很難過的。 幾十年來,還包括我年輕的時候聽到的故事, 很多人還執迷在,我的孩子就我管,你管什麼,你管屁。 這是我的事情,聽到這樣我就很難過了。 師父母激劍,你最好盡量減少對他的一個劍。 劍就是給他的一個建議,你糾正他。 劍智不從,你說的他不聽,又勁不為。 你很尊敬他,他也不跟你那樣。 老而不遠,你就繼續做了。 那你爸媽呢,你能怎麼辦? 可是這個呢,就是涉男吶。 常常覺得很奇怪,孔子沒有服侍他爸爸的經驗, 難道他媽媽是個麻煩的人嗎? 所以才會有這種什麼涉男吶? 這是經驗之談,還是孔子是看別人的? 不是孔子本身。 所以有時候我們講事情不一定講我們經歷過的事情, 而是講我們知道的事情。 所以你如果要這樣看,孔子媽媽是一個非常虎媽或什麼的難纏的媽媽。 父母在不遠,又有逼有方。 所以要能夠跟你聯絡。 所以有人就說,哎呀老師,我沒辦法到遠方去找事啊, 我爸媽年就大。 我說多遠是遠啊,你現在到東京去找事回來, 如果訂到機票,回來也不就是半天之內就會到嗎? 就是機場的檢查跟下飛機以後, 我算到中國大陸去,當天也都可以回到啊, 真的發生什麼事情? 不像以前得趕幾個月的什麼東西回來, 然後趕不到,你現在大概一天可以到, 甚至還可以先跟親人視訊電話,對不對? 所以像我一直去北京, 剛好視訊在禮拜六, 禮拜六早上我就接到電話, 說我母親住進加護病房, 剛開始就是這麼一個訊息, 我就趕快改機票回來了, 我本來是禮拜天晚上回來了, 我禮拜六下午有事啊, 我就趕快取消事情, 我就坐在圓明園裡, 我就坐在圓明園裡, 我第一次進圓明園, 還沒逛啦, 就接到這個消息, 我就趕快在圓明園裡面, 透過朋友幫忙, 改機票, 然後確定了怎麼改機票, 今天晚上剛好有飛機, 剛好有位置, 然後再打電話給主辦單位, 我要取消那個行程, 原來我答應要講的事情, 我都沒法講, 就回去了, 一個小時就全部安排好了, 我就等著晚上坐飛機回台灣, 然後回到台灣, 我媽的情況還算不錯, 沒有預想的那麼嚴重, 所以也就有盡無形, 所以在圓真的碰到什麼事情, 他如果任何人要走了, 你再快也沒用的, 如果不會走, 還是有機會, 所以有時候我就勸一些人, 說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可能還是去, 全世界在圓的地方, 兩三天大概也都混著來, 我們台灣不像是大陸, 或者日本或韓國, 人死了兩天就嚇張, 那你真的晚一點回來, 你就看不到了, 我們台灣有時候, 搞得頭七啊, 以後啊, 才有那個, 某種程度要見最後一面, 那種見, 還是見得到, 父母之律不可不至於, 也一直以洗也不去, 有的時候是以憂, 那這個為什麼呢? 就是告訴你說, 父母親一個以洗, 說啊, 父母親的年紀, 年紀到了呢, 有的時候, 洗的是他身體還不錯, 憂的是他身體不錯, 憂的是年紀越來越老邁, 就算身體不錯, 總有一天會變壞, 不知道年紀越來什麼時候, 這是一個比較常見的想法, 當然有人是比較現代的想法, 一則一洗說, 我老爸老媽活很久啊, 一則一句, 什麼時候遺產才會給我啊, 給我的時候, 是不是更多還更少啊? 他後面就給別人騙了, 這都是亂搞的解釋, 聽聽就好, 社公問孔子, 這就是一個大的不同, 社公是社這個地方的一個官員, 有一個地方, 叫社, 這個寫成業, 武黨有職工者, 他很驕傲說, 我們那個地方, 這黨是一個地方, 鄉黨, 有職工者, 有一個很正直的人, 有人說職工是人民, 有人說職工不重要, 凡宗言之, 叫職工者, 其父嚷羊, 棄子正知, 他爸是偷人的羊, 他是他的兒子來告訴我, 這個在儒家, 絕對不是不允許的事情, 這是法家要求的事情, 儒家再怎麼打, 不能傷親恩, 親人之間的那個是最大的, 所以漢朝以後講的遺孝作忠, 那個在孔子這個時代, 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所以儒家的觀念經過這樣一變造, 儒家就變成封建復, 儒家觀念不這樣, 我絕對我家的事情最大, 我不可能因為我家的事情, 孔子說, 無黨是職工, 職者亦於職, 我們家鄉跟你不一樣, 父為職因, 職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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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叫做? 有人說, 這個司法人員借你, 不是, 這不是你的責任啊, 畢也正名呼啊, 你是兒子啊, 你不是官員啊, 你不是警察啊, 這是司法人員該做的事情, 你幹嘛出來做的? 那他是你爸, 他是你兒子, 他做錯的事情, 你該替他職因, 你不是說不要教訓他, 父為職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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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春秋大義, 這句話很難被現代人了解, 可是在現在的法律裡面, 據我所知的法律, 如果你親人犯罪, 你可以不出來做證, 所以也是父為職因職因, 因為這不是你的責任啊, 你當然也可以出來, 如果你關係不好, 但是你不出來是符合這種文化的, 美國也是一樣, 親人可以不做證, 所以假如是這樣的話, 你就知道這不是一個中華文化的特色, 這是人跟人之間, 覺得親人很重要, 所以責任在別人身上, 好, 那這個孔子孝心明子謙, 明子謙的故事非常奇怪, 你小時候都聽過的民間故事, 都不出在正式的點裡面, 說明子謙兄弟兩個人, 他母親死了, 爸爸就娶一個後母, 然後後來又生了兩個兒子, 這後母的故事, 在西方白雪公子最有名, 在東方就是明子謙的媽媽, 後母娘, 明子謙為他爸爸駕車, 駕車, 不是拉車, 有人說是拉車, 我想這個爸爸也太窮了, 買不起牛馬嗎? 師佩手之騎, 就是他駕車的繩子, 醫生帶發給他, 哎呦,受涼了, 你怎麼受涼呢? 一摸他衣服, 哎呦, 你這個是輕薄型的衣服嗎? 不是, 就太薄了, 父則歸, 呼提後母兒, 然後直起手醫生, 他就把那後母的小孩來護, 因為你手是溫的, 那幹嘛我前妻的兒子, 不是前妻, 這叫王妻的兒子是那個呢? 無雖娛娛哪位無子? 我是為了我兒子在娶你啊, 我希望你照顧兒子啊, 現在你竟然騙我, 照顧你自己小孩不照顧他啊, 這是中國故事裡面, 一直把後母照顧自己小孩, 甚至照顧前任小孩的故事的延長, 所以有些人當了後娘, 不生小孩, 證明我不會那個, 當然有人是因為不生小孩, 有人是要這樣, 這什麼故事都有, 直簽, 明子簽, 原曰母債一子丹, 母親四子丹, 爸, 你不能讓他走啊, 他不走, 只有我一個人冷啊, 他走了, 我們四個小孩都冷啊, 你這什麼話呢, 死孩子, 他走了, 我還娶哪, 我娶一個, 幫你們四個人都弄啊, 我想, 當然不是這樣, 這是搞笑的, 所以就表示他原諒後母, 這是一個很大的德性, 當然這個小孩, 大人該做事情由小孩來做, 這也是一件有點奇怪的事情, 其父默然, 那都沒講到那個後母的反應啊, 其父默然, 然後那後母呢, 所以這邊說, 笑在明子簽, 一言其母還, 再言三自問, 當然是留下來的, 但是那後母的感覺是什麼呀, 這沒有寫, 這也是女人不重要, 可是女人其實就是故事的關鍵, 好, 那這個曾子, 曾子有過, 這都是不好的故事, 曾子有過, 曾希, 曾子的爸爸, 曾希隱障即之, 就拿個棍子打他, 鋪地, 就倒在地上, 這個在廣東話, 現在叫鋪該, 鋪該, 就是, 台灣人認為躺在地上就叫鋪該, 這個不是啦, 鋪該就有點罵人的話, 所以有一陣子, 有一個女生, 台灣的女生照了鋪該照片, 被港澳地區的人笑到不行, 覺得說, 你把他鋪該, 那樣的, 有見, 等一會兒, 乃蘇就醒了, 就說, 先生得無病呼, 跟他說, 爸, 你是不是生病了? 哇, 這小孩不打傻了嗎? 鋪人賢爭子, 以告夫子, 就是, 鋪國人就, 哇, 這個孩子真好啊, 他爸打他, 他竟然沒怪他, 要是現在的話, 早就被家暴被抓去了, 以告夫子, 夫子告門人, 說, 生來勿辱那野。 等一下, 他來了啊, 別讓他進來, 我沒這種學生, 笨啊, 爭生自已無罪啊, 使人謝孔子。 我沒追啊, 怎麼老是叫我不要去呢? 我做錯了什麼呢? 孔子曰, 如不聞, 你沒聽說過嗎? 喜者順為人子。 順啊, 在小時候, 沒人教過你嗎? 我沒講過嗎? 小錘子帶吃, 爸媽打得輕, 你就在那讓他打, 打仗這套, 拿出棍子來, 你就跑。 鎖兒使之未嘗不在身, 然後叫你的時候, 你一定都在, 你躲了也不能躲太遠啊, 叫你還在, 鎖兒殺之未嘗可的, 可是他叫你來的時候是要殺你, 你可千萬別出來, 你看這個判斷力也多強。 順之多麼多麼精明的小孩, 如果這些都是真的。 都沒有人怪順的爸爸, 沒馬扎尖牢去, 沒有, 現在當然不可能。 金乳尾身以待暴露, 你今天就拿這個, 你爸生氣了, 你還尾身, 鞏立不去, 殺身以獻父不義, 你爸把你殺了, 你爸就不義了, 你怎麼能做這事呢? 其不孝殊大焉, 你還認為你孝順, 你不小心, 你爸就把你打死了, 打死了, 你爸被抓去就關了, 你還認為這是孝順, 如非王者之名也, 是殺者之名去罪, 你看你罪還不夠大嗎? 《詩經》說, 憂哉柔哉以色列, 又曰這段話, 寒吃外傳, 常常用這個故事來證實這句話, 然後常常沒有關係, 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後來就出現了打仗則逃, 小仗則受的說法, 所以爸爸打你, 在以前, 只要是拿小棍子拿拖鞋, 你就會挨打吧, 拿把菜刀, 你就趕快逃, 現在不是, 現在小朋友就告訴你, 你就打113, 是不是? 還是多少, 146還是多少, 反正就是一個三個號碼的, 你就直接給家暴, 我還聽說過, 有個小朋友, 爸媽叫他做功課, 他就打那個電話, 家暴專線的人就說, 你要暴什麼? 我要暴假暴, 怎麼假暴? 他逼我做功課, 還叫什麼樣七例這樣, 他有打你嗎? 沒有, 他逼我做功課, 我逼我做功課, 我逼我做功課, 我逼我做功課。 好, 另外還有這句話, 很常見, 尤其母親節的, 或什麼常要的講, 疏於經驗, 封不熙, 子養而輕在, 有時候是不太一樣的話, 類似, 所以孔子有一次在路上走, 跟他學的時候, 然後聽到人在哭, 就問他, 哭得很慘, 孔子說, 去看一下, 怎麼哭成那樣, 那是不是人呢? 哭到不成人生, 後來呢, 就說, 是, 那個人就去, 就說, 某吳子, 有個老師, 是這個, 在哭, 孔子就下車問了, 父子非有喪也, 和父子悲也, 你們家是死人的嗎? 怎麼哭成這樣呢? 這是邱吳子, 對不起, 邱吳子, 我把它看成邱子, 邱吳子就對了, 吳有三師, 說我做錯了三件事情, 這是邱吳子這個人, 孔子說三師啊, 那你就說一下吧, 邱吳子就說, 我少好學問, 年輕的時候, 我喜歡做學問, 周遍天下, 然後吳晴王一世也, 沒想到, 周遊列國去了, 然後去拜師學藝, 我爸我的雙親就死了, 這就說, 子欲言, 不是, 這叫做, 由必由方啊, 那是, 這個是例子之一, 然後, 可是我這個學完以後呢, 士君教, 社交, 那個老闆, 不是好老闆, 是個冠老闆, 我講話他也不聽, 這二師也, 我寫了半天給他一些好的建議, 他根本就不聽, 後交友而後訣, 三師也, 我的好朋友這樣也跟我訣交了, 所以我就看, 老闆不行, 爸媽死了, 老闆不聽, 然後就跟朋友訣交, 他人生到這個地步, 這個人也蠻失敗的, 然後就講了, 術於盡門, 封不定, 子欲養, 無親不待, 往而不來者年也, 就是年歲, 這個時間是一個單向的路, 不會, 過去就不會再來, 不可得見者親也, 父母親也死了, 從此死, 我覺得人世間不太有意思了, 就自問而死, 孔子就看見一個人死, 孔子呢, 當然這記載很那個, 也沒說收屍啊, 各位同學, 記下來, 這是足以為戒的, 於是弟子歸陽親者, 十三人, 哎呀, 跟老師讀書, 當然爸媽死了, 這太難過了, 還得自殺呢, 其中有十三人就回家, 就不跟孔子念, 就不來上課, 現在就直接不來上課, 每天都在家裡等著, 孝敬爸爸, 這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各位不來, 你不知道孫老師的高興, 是以臉表啊, 你來了嗎, 爸媽出世, 那我不就是罪人嗎, 對吧, 君臣, 孔子江和德君臣道歉, 很多人說, 艾爾儒家就是要做狗腿的, 才怪呢, 你自己看一看, 世君盡理人一位殘業, 你這老闆, 該請了李延誠, 因為逃跑老闆, 這不該有的嗎? 好,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計劃, 出現過兩次, 說君子施不出其位, 就你該做什麼事情, 有規定的, 你就做得好,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叫避也正名乎, 直論世君, 說不要欺他而犯之, 你又欺騙他, 然後你還犯他, 這是不該有的事情, 世君盡其事後事, 你至少把他要你做的事情做好, 你再拿心血嘛, 好, 避也正名乎在這裡, 我剛剛講過了, 這不是說哪一本字典, 誰這名字又要拔, 這不是, 就是尋名則實, 他要做什麼事情, 這個事情的範圍是什麼? 你要讓他清清楚楚的明白之道, 這就是證明, 他是管法律的, 就是管法律, 他是管什麼呢? 司徒司空司寇, 管教育的就管教育, 好, 那這裡有說, 何謂則名符, 說舉之錯誅亡則名符, 舉之錯誅亡則名符, 這句話講了兩遍, 孔子解釋都不一樣, 然後再問政, 孔子說正者正也, 只帥一正, 書敢不正, 這個帥子沒寫錯, 我們現在都是寫那個帥領的帥, 以前是同音, 所以你自己做好就寫來, 可是季康子不是個好人, 好, 季康子問正於孔子, 無殺無道, 究竟到底怎麼樣? 如果那家傲看他是有問題的, 我把他殺, 你就怎麼樣? 孔子就說, 子為正言用殺呀, 你就靠殺呀, 子欲善則名善也, 君子得風, 小人子得草, 朝上之風閉眼, 你自己做榜樣, 下面人就跟著你做, 非常有意思, 有一次我就跟人家講, 君子得風, 小人子得草, 朝上之風閉眼, 他說, 哦, 原來, 就是風一吹就過去了, 風吹完了, 你還是顧胎富嗎? 我說, 蛤? 你是這樣理解他, 老師不是就這樣嗎? 老師生氣的時候, 你就乖一點嗎? 等老師氣消了, 你就回到原形嗎? 這不就是君子得風, 小人子得草嗎? 草湯跟風閉眼嗎? 他風吹來了, 你就閉一下, 老師生氣的時候, 你還跟他嗆啊? 老師生氣的時候, 你還跟他嗆啊? 期待暴風雨過去嗎? 荒空不終朝啊, 暴雨不終日啊, 對不對? 這大家都有的經驗嘛, 等老師氣消了以後, 再說嘛, 天啊, 論語可以這麼解釋啊, 我從來沒學過啊, 好, 這沙烏道也就有道, 那孔子為什麼要殺超重毛啊? 難道不是紫維正炎用殺嗎? 所以我堅決認為, 那個故事是假的, 就是在這裡, 孔子以前當然叫人家不要殺人, 顏緣也學到不要殺人, 我上禮拜是不是講過在這裡, 就是有一段, 簡稱叫做農山, 農山問治還叫農山什麼呢? 炎治, 在農山, 三個弟子跟孔子爬山啊, 那個地方是農民的農, 叫農山, 就問三個弟子的願望, 這個不在論語裡面, 在說怨還是什麼, 心序裡面, 子路就率先講了, 說我希望江安能夠帶兵打仗,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這樣, 然後子貢就接著說, 我希望江安能夠做外交工作, 把這個事業局勢都擺平, 最後嚴緣說, 我希望天下太平啊, 前面學長說, 所有事情都不必做, 這最高境界啊, 我們在台灣, 也希望有人想到的是最高境界, 而不是靠著外交, 或者靠著軍事去獲取什麼, 這只要靠智慧, 好, 那這個是這個, 好, 這裡面就是相對性, 在這裡講, 定功穩, 就農定功, 軍事成持軍如之何, 軍人真要如何對待呢? 孔子對約, 對上的人就要這對約, 軍事成一禮, 你得按照規矩對待, 特別是要敬重這個專業人才, 軍事成以禮, 成士軍以忠, 忠就是精於士, 但這個忠壞就變成要忠軍, 就搞壞了, 就認為這個人, 不管他做了什麼事, 你都得, 都得效忠他, 效忠領袖變這樣的意思, 當然在這個意義上, 原來都講明, 軍不會做壞事啦, 所以你要忠軍, 你有道理, 但是如果軍做壞事, 就沒有忠軍的必要啊, 所以這裏是, 一個人對這個人有理, 這個人就可以把他事情辦好, 你交代我的事後把他辦好, 這是原來的忠, 到了諸子, 宋朝人他說, 禁己之衛中, 其實這個禁己之衛中, 就是把事情辦好, 簡單講這樣, 有一個內在的職業倫理, 別人不懂, 你懂, 你要把事情辦好, 好, 這個大概是這樣, 其他的就跳過去, 這也是孔子, 有人看他很愚一斧啦, 因為陳誠子事件公, 孔子就叫他去討伐這樣的人, 但是當時的政治事業更沒辦法討伐, 可是孔子說, 我還是得講, 因為以無從代之所不可不管, 這是我的職責所在, 你做不到是你的事情, 可是我該說, 我還是要說, 我們現在很多人就說, 哎呀, 我說了也沒用啊, 就不說了, 你職責所在啊, 我們當老師當學生, 你們當學生都一樣, 我們職責所在, 我們要告訴你, 我們最近開個會, 講到社會學到底對學生重不重要, 有些老師就說, 現在學生不會懂, 將來他畢業了就會懂, 很多老師強調這個, 也說你看, 回來參加畢業的學長, 就強調社會學對他多麼有用, 雖然他後來做的不是社會學這一行, 我後來也在一個人家轉發給我的文章, 看到一篇文章是這樣講的, 他到美國念博士, 我們社會系畢業的一個同學, 一個系友, 然後呢, 後來到矽谷找事, 因為社會學沒念完, 但是他覺得他在矽谷做事, 但是呢, 學的社會學對他幫助很大, 這當然是好事啊, 我們社會系也覺得很高興啊, 可是這個也有人說了, 那這個都是成功者的經驗, 練的社會學沒那麼成功的人, 也大有人在啊, 他成功的可以歸功於社會學, 那失敗的人是不是要歸咎於社會學呢? 大家都學社會學, 就有人成功, 有人失敗, 這跟社會學有關係嗎? 根據研究方法的那個邏輯, 這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社會系都希望有關係啊, 所以會這樣講, 那我當然開會的時候, 我也沒搞懂, 所以我也沒講什麼話, 我只是強調, 什麼東西有沒有用, 跟那個人有關係, 因為老師都教給你啊, 我這個課堂上, 佛以異異演說法, 我講的一件事情, 眾生隨類各得解, 你現在根據你自己的狀態, 你到底成熟與否, 你學到不同的東西啊, 這能怪我嗎? 有用沒用, 就看你啊, 不在我啊, 我拿受學當成終生的職業跟職業, 我賺到錢了, 你不一定可以啊, 但是你學到什麼, 是真的因為我社會學的關係嗎? 我希望是啊, 我希望你會覺得說, 哎呀,這樣有一天你想到說, 我因為上了孫老師的課, 其中有一句話感動了我, 然後我現在做事情是根據這句話的原則, 那真的我就, 你就有影響, 不管你這樣還是念社會學, 我常常覺得是這樣, 有用沒用, 應該不是一個客觀的標準, 有用沒用, 還包括你自己的根器, 你懂不懂得用, 啊, 我覺得這很重要, 你只要不花工夫, 那根本就什麼都沒用的, 你念了第一志願的科系, 念了醫學院, 你也不能當醫生的, 你知道我們沒有技術, 或沒有對自己的職業尊重的心, 好, 那其他軍政關係我也不講, 這段講得像相傳, 君君臣臣富富之子, 這就是, 叫做, 畢也偷迷呼, 你是君就應該做出君的樣子, 你是臣就應該做臣的樣子, 腹就腹的樣子, 就簡單講, 如果現在就, 君君臣臣富富之子, 事事生征, 做老師要老師的樣子, 那老師什麼樣子, 有人就從外表來看, 一直說, 我剛回來的時候, 我就穿牛仔褲, 穿著T恤, 那老師都穿西裝打領帶, 就覺得, 唉唷, 這世界已經沒落到, 不穿西裝打領帶就上課講課, 我想, 那這世界上至少還上課講課啊, 如果哪一天上課都不講課呢? 這才是沒落吧, 就穿著西裝上課都在罵人, 那這有意思嗎? 這不是穿著我的問題嗎? 後來我就不到教員修學士去, 統治者非理的行為, 孔子到底是反叛, 他是要加入還是應付? 我個人認為是應付, 這邊幾段, 這有兩個段, 對, 孔子批評管宗不懂理, 但管宗為什麼是人? 是因為他酒和諸侯不以兵車, 所以我剛講, 龍山炎治那段, 這個, 嚴徽強調用和平的手段, 那那個, 子貢就強調用外交手段, 然後這個, 子路強調用軍事手段, 這到現在為止, 這些事情不一定發生, 但這裡可以告訴你, 最高境界是用不以兵車, 不要用打仗, 打仗怎麼說都會死人呢? 怎麼說都會死人呢? 現在還有台灣還有人, 還希望要戰爭怎麼樣? 我一直覺得, 哎呀, 還有孔子說, 狗有過, 人必知之, 為什麼他有過? 因為他的軍的做錯事情, 不由他來說, 這是別人來說, 這不該我來說, 我們現在已經沒這個分跡了, 我們一直覺得, 我們指出別人的錯誤, 這是我們作為知識分的責任, 如果校長有錯, 我就罵他, 如果主任有錯, 我就罵他, 我們還博得很好的名聲, 在古代, 校長有錯, 契主任有錯, 我都不能說, 因為我是他下屬, 我理論上, 我都該別人說, 我應該為親者會, 為尊者會, 理論上, 我父親有錯, 那更不能說, 以前是這樣, 那現在不是, 現在誰有錯, 我都敢說, 那名嘴, 那更不是問題, 還有孔子弟子, 面對君上順命的問題, 這個祭司富裕周公, 然後籃球呢, 做了幾次, 都是老闆要, 我就做了, 但是也有, 第一次不做的, 埃公問於有弱, 有弱就是有子啊, 年紀用不足如何, 如之何, 鬧了摘荒, 我不夠用, 財務不夠怎麼辦, 有弱約何策戶, 那就少收一點稅吧, 埃公想, 你頭腦壞掉了嘛, 二無憂不足, 如果去策戶, 這顯然二是十分之二, 策是比十分之二少, 人家有弱怎麼說, 比如說百姓足, 君屬於不足, 百姓不足, 君屬於足, 你的錢都來自百姓, 你的錢都來自百姓, 百姓足了自然交給你啊, 百姓不夠的話, 你有什麼用呢? 你拿得到嗎? 哎, 這是敢講話的, 染球是不敢講話的, 所以說孔門都是一群懦懦的人, 那你沒看到有弱就不是啊, 可是有弱後來因為長得像孔子被人家拱上台, 然後就被人家又踢下台, 因為孔子知道事情他不知道, 所以我在這裡一直在提醒各位, 孔門有很多不同的弟子, 就像你們將來, 有些人如果這樣有名呢, 你們沾著我的光也可以做一點什麼, 我上過孫老師的課, 至於是怎麼上呢, 你就不必說了, 在白天也不會有人考察這個事情, 對不對? 但是, 你得做一些讓我臉上有光的事情, 你不要到時候上了我的課, 然後做出這種很奇怪的, 一樣啊, 你跟孔子, 當孔子學說, 百姓足均屬於不足, 百姓不足均屬於不足, 這是該說的話, 前面然有就是不該說的話, 所以論語裡面充滿了不同的立場的說法, 我覺得我們要從中間選一個, 我們自己覺得該做的事情, 到底是愚民還民本? 大家還是這樣。 今天是5月1號勞動節, 我到美國念書的時候, 最大的感觸都奇怪, 為什麼美國人的勞動節在9月的第一禮拜一, 他三天連假, 美國很多三天連假的, 大概就這樣, 不像我們現在有多少天, 今天的新聞說有115天放假, 難怪大家每天會那麼忙, 因為如果你把365天減掉, 115天在240幾天工作的話, 那當然一定會更忙, 為什麼我們5月1號放假? 各位知道嗎? 這個勞動節是共產國際設定的勞動節, 所以我們跟大陸在這點是一模一樣的, 這是當初國共合作的殘餘, 因為大陸跟台灣很多內容不一樣, 譬如青年節他們是5月4號, 我們是3月29號, 那3月29號也是一個烏龍, 因為發生那個歷史事件是英曆3月29號, 然後因為死人差不多了, 所以沒有人, 不太有人就記得原來是英曆3月29號, 把它換過來, 所以後來我們就慶祝青年節吧, 3月28號29號, 說陽曆啊, 因為民國以後就改陽曆了, 所以當然你就認為那是陽曆啊, 不是, 原來是英曆, 唯一改過來的是雙十節, 因為原來是8月多, 8月10號的樣子, 8月10號沒什麼太大意義啊, 你改成陽曆兩個十的, Double Ten, 這是很有意義的, 所以陽曆改過來, 英曆沒改過來, 然後後來國共合作啊, 我們3月8號婦女節, 美國沒有婦女節, 這個都叫國際婦女節, 國際婦女節是簡稱, 是共產國際規定的婦女節, 懂嗎, 那現在大家就算算算算算, 放假嘛, 對不對, 講這幹嘛呢, 這不討好, 所以我們的婦女節跟我們的勞動節, 跟中國大陸是一樣的, 這點很有趣, 這你稍微懂一點歷史, 你覺得喔, 原來是這樣, 是, 到了美國去念書, 3月8號不放假的, 他們有一個婦女節, 不是在這天, 勞動節更不是在這天, 你到美國念書的第一學期, 就9月, 第一個假期叫做Labor Day Weekend, 然後5月1號呢, 你在地鐵上面可以看到貼的, 那時候啦, 這樣地鐵大概比較累, 就貼的, May Day Parade, 5月1號大遊行, 那是美國共產黨, 或者美國的左派, 所以我們今天過的節日, 其實跟國民黨沒有太大關係, 跟共產黨, 或者跟歷史上的共產國際, 是比較有關係的, 給各位補一個課, 雖然我們現在大部分人只記得放假, 誰放的, 為什麼放就算了, 不要計較太多, 所以呢, 我們學校呢, 勞工要放假, 我們老師不是勞工, 我們老師怎麼就不是勞工了, 也沒看, 對不對, 所以職員放假, 郵局放假, 銀行放假, 我們老師不放假, 你們同學也不敢放假, 對不對, 今天我還跟人家討論, 說學生放什麼假, 學生勞動的厲害啊, 腦子要勞動, 身體要勞動, 學生很辛苦的, 應該放假的, 學生怎麼說都該放假, 學生放假, 我們老師就跟著放假, 我不好意思說, 我們老師該放假啊, 是不是, 我們老師不敢, 你們也放假, 我們是命運共同體啊, 對不對, 我正講完了, 然後剛剛我太太傳一個簡訊給我說, 你確定你要上課嗎, 人家東吳全校放假, 東吳啊, 私立學校, 我說我確定, 我沒看別的事情, 倒是要錄影為證, 對不對, 所以你是不是藉著放假之名去上課, 其實你沒去上課, 我有上課, 所以萬一師母打電話來, 各位要作證啊, 特別說明一下, 所以五一勞動節, 東吳不放假, 東吳不放假, 私立學校嘛, 反正就賺你學費嘛, 我們台大能夠賺你學費嗎, 我們要放假, 監察院後來糾舉的, 台大以前非常炸, 你知道嗎, 台大的第一週, 設在, 還沒有週休二日, 設在禮拜六, 所以第一週, 噗, 就過去了, 半天就過去了, 然後最後一週, 設在禮拜幾啊, 也是, 也設在禮拜六, 還怎麼樣, 反正噗一下, 所以前後兩週, 就, 就, 因為技術性的原因, 就沒有上滿十八週, 這個是多年來都這麼搞的, 你知道嗎, 就有一天不知道被哪一個人的, 被監察委員發現了, 所以你們這樣不行啊, 你們造假, 你們得實實在在上滿十八週, 這就是現在的狀況, 從禮拜一開始算第一週, 然後禮拜五是算結束, 所以你們現在就實實在上十八週, 我們老師都累了, 你們學生也累了, 對吧, 十八週不是人上的, 跟你說, 尤其大學生, 平常就不來了, 就已經很累了, 更何況要上滿十八週, 這都是開玩笑的, 這裡面還有一個很奇怪的迷思, 順便給各位講, 我們很多人都認為, 包括很多師長啊, 家長, 都認為你如果八小時都坐在那, 他就認為你在八小時都在念書, 老闆也是, 你坐在辦公室前面坐八個小時, 他覺得你都在做事, 沒有的, 八小時其實大概只有三小時的效率, 其實真的坦白說只有三小時的效率, 其他都是效率遞減, 或者坐在那傻傻放呆, 或者怎麼樣, 你看一個早上啊, 就算四個小時好了, 其實你也沒有真的有四個小時的效能發揮, 中午如果還不午睡, 隨便讓你吃個飯, 你就開始那個, 其實你的工作效率是很低的, 但是很多老闆, 很多上司都不能體認這一點, 認為坐在那八小時, 就應該有八小時的產出, 這是機器人可能, AI可能, 我們周圍人類是不可能的, 同理啦, 你就坐在這, 我的教室坐在這, 每一堂課都來, 每一堂課都坐在這, 我不相信我講的每一句話你都有聽到, 最嚴苛的考驗, 也是我最難過的, 就是跟畢業的學生見面, 然後學生為了討好老師, 老師,老師啊, 你上課啊, 你講什麼我都忘了, 我只記得你講的笑話, 然後我說那哪一個啊, 唉呦, 想不起來了, 這就是, 如果你想得起來, 我還可以覺得很高興, 你至少還記得一個笑話, 連一個笑話都記不起來, 那你還記得上課的內容嗎? 這是後來為什麼有開放式課程, 我就熱衷參加開放式課程, 因為你真忘了, 你還可以上網去看, 不然的話, 你忘了還叫我補課嗎? 那是不可能的, 好, 那孔子之後我叫他慢一點, 是因為真的希望把課程錄得完整一點, 把課程錄得完整一點, 這個要講朋友, 朋友是所有人都還需要去處理的問題, 這世界上基本上沒有那種沒有朋友的人, 好, 你看這孔子啊, 朋友死了, 無所歸, 歸就是下葬了, 然後約與我必, 孔子說那我來葬他好了, 孔子懂得這些理, 所以儒家真的是對朋友很有道義, 有一個團體, 我就不講哪個團體了, 有個團體的老闆, 曾經出了一大筆錢, 他的那個, 那個筆錢用來幹嘛呢? 用來補助人家的喪葬費, 所以如果任何人在任何醫院, 他跟那個醫院跟那個葬儀社, 那時候叫葬儀社, 現在叫禮儀公司, 都講好了, 如果有人出不起那個錢, 不管是孤單的老人, 不管是孤單的老人, 或者什麼, 我們這個基金會幫你出錢, 當然不是用豪華的葬禮, 用最基本的葬禮, 讓人死了還有一個基本的尊嚴, 我想孔子的想法是一樣, 就是那個大老闆, 我有一次聽說, 我想說, 蛤, 為什麼要做這個事? 後來才慢慢理解, 因為中國人很重視葬禮啊, 你好歹不管這輩子他是榮華富貴, 或者貧賤, 總要一個好死, 對往生者要有基本的尊重, 那給他一個, 這個英文叫decent, 給他一個合情合理的, 有點莊嚴的這個告別式, 對他來講是好的, 不管他生前如何, 好, 朋友之愧, 愧症了, 雖馬車飛, 忌肉不敗, 這句話我不太聊, 具體了解什麼意思啊, 所以朋友送他是車馬, 但是忌肉是不敗, 因為忌肉是要敗完以後, 然後分給其他的人, 如果是諸侯, 就要分給其他的親, 是, 像這樣, 好, 那這個也是要宣誓是一部約會, 有朋之遠忙來, 這個朋字呢, 單獨出現在論文裡面, 只有這一句話, 都是朋友朋友, 或者有的時候講有, 那古著裡面說, 同志約朋, 同盟約有, 這話完全講錯了, 因為你看論語裡面講的, 在紫章篇裡面, 孔門裡面互相賣來罵去說, 喜者無有, 那有不是同志啊, 有是同盟啊, 所以可能同志才是朋, 可能講反了, 因為要跟你有同樣志向的人才遠方來, 為什麼, 因為他跟你共襄勝取, 那才是友朋自遠方來, 所以朋友朋友, 那這個友, 當然有人寫著蘇友朋的友, 不過蘇友朋好像對你來講, 已經是老人了, 是吧, 你也不知道聽誰說, 蔡依林, 他說現在年輕人說, 蔡依林是阿婆了, 我說聽了我都快瘋掉了, 怎麼會呢, 這話當然不是很恰當的, 那這話只在表示, 這個在演藝界或什麼的那種, 太久換心率很快, 很快, 有一些我還記得的偶像, 早就不是, 好, 那這個也是一樣, 可以共襄, 不可以世道, 那這個在朋跟朋友的關係, 所以朋友在不同的層次, 有些人只是跟你同修一門課的人, 或同一師們的人, 有的人是跟你可以在一個目標上前進的人, 有的人呢, 可以以那個當成一輩子的那個, 那對你來講, 可能只是一時性的, 然後最後呢, 還有你在做事情的時候, 你碰到意外狀況, 特殊狀況的時候, 那他可能會了解你, 可能不會了解, 你的全變會不會被了解, 這是日常生活裡面, 你可能會碰到的人, 很常人因為自己過馬路, 自己不過馬路, 手紅綠燈, 然後你的朋友過馬路, 然後你從此不跟他交朋友, 古代有一個人叫范寧, 他就是這個, 有一個朋友, 他們在念書, 然後外面有車馬生, 那個學生, 他的同學就去看, 他窗口去看, 回來以後就跟他割席, 說你不是我朋友, 有這麼一個故事, 我想這個故事的另外一個就是破壞公務, 你剛才就把席子給割在那, 你有小刀啊, 我覺得這個蠻危險的, 這個人萬一怎麼樣, 你還超過他線, 你超過我的線, 我小時候讀這個故事, 覺得說, 哇,好正義喔這個人, 年紀越來越大越, 覺得不需要這樣嘛, 他看他的嘛, 對不對, 你勸他就好, 你幹嘛跟他割席子呢, 這個割東西不是好事啊, 不是好事, 子宮問有, 你看這邊就講有嘛, 沒有講彭的有, 喔, 彭原來在書文解釋裡面, 彭是兩串錢幣的意思, 所以你沒看兩個月嗎, 那個原來在, 在那個, 像行文字裡面, 不是兩個月兩, 是兩串錢幣的意思, 所以如果那句話叫做, 啊, 有兩串錢幣從遠方退給你, 那個叫做海外洗錢, 最近你有看新聞, 海外洗錢, 人家來外國政府來關注了, 說怎麼你們就沒辦的呢? 他不知道嘛, 我們這地方民主國家啊, 我們辦法律, 有時候是看政治情況來辦的, 啊, 外國人都受不了了, 太久沒辦了, 真是搞笑啊, 啊, 中故而散導之, 你要給他, 發自良心的建議, 啊, 然後希望他導向正導, 啊, 這個導散導四, 啊, 你這個在, 做捷運這個, 板南線, 啊, 在台北車站, 另外一站就是散導四, 那散導之, 就這樣, 所以你看好的名詞, 儒家裡面都被佛教用去了, 不可責植物自入也, 你跟你的朋友勸解他, 不要做事, 他不聽, 你就不要再跟他說了, 不要自入, 自取其入, 啊, 有的朋友呢, 很不能接受這種的, 大部分都不能接受呢, 都覺得, 我過個馬路是怎樣的啊, 萬一你被車撞了, 你就希望我被車撞是吧, 他就往那個壞的方向想, 這叫自入也, 我不是那個意思, 我怕你被車撞了, 啊, 我不是沒被車撞嗎, 啊, 這次沒有, 下次可能有, 啊, 你就不詛咒人家嗎, 對吧, 所以像這個, 中國人散導之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很多朋友也不願意講話啊, 做錯事, 你怎麼不勸勸他呢, 哎呦, 我勸他幹嘛呀, 他不會聽的啊, 那你還跟他是朋友啊, 對啊, 因為他有九肉啊, 我們就是九肉朋友啊, 朋友很多種的啊, 啊, 所以這裡有益者三有, 神者三有, 這出自計時篇, 計時篇非常奇特的一篇, 因為計時篇裡面呢, 常常有這種三啊, 六啊什麼的, 像考試要背的東西一樣, 好, 那益者三有什麼, 有職, 非常正職, 就他會, 你做錯事他會跟你講, 那這是對的, 有量, 你做錯事他會體諒你, 這個量呢, 跟性, 在論語裡面, 有時候量是一個很基本的東西, 啊, 呃, 有一段就是說, 匹夫匹夫之自為量也, 啊, 就說有些人呢, 自禁於勾讀, 就你中軍啊, 或者你為了什麼那些人, 就自殺了, 啊, 那個那個量都是小性, 你只是為了滿, 為了承諾, 或履行一個, 真的不是太嚴重的承諾, 然後你就去做那個事情, 沒有必要的, 有些雖然承諾, 但為大局著想, 是可以不遵守的, 呃, 當然以前看到的很多的是政治上, 說他不是前幾天講的話, 他們現在講的話, 政治人物, 你還, 你還去質疑他這個, 我真的覺得你應該花腦筋來背化學元素表, 那背起來你很實際的, 對吧, 哎, 你還講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 有時候不同場合, 他就講不同的話, 有時候是被人家扭曲的, 有時候是那個場合不得已的, 你要怎麼說呢, 你還真信呢, 我覺得成熟的一個象徵, 或者進入所謂大人世界的一個象徵, 就你開始慢慢對這個世界, 沒有那麼大的信賴, 這不是一件好事, 我還特別強調, 這不是一件好事, 好, 有多文, 多文就是他的, 這個文跟知有關, 所以你的朋友最好是, 知識很廣闊的, 你要寫什麼報告, 他都可以告訴你, 所以很多人就跟Google交朋友, 你們今天不是要寫讀書心得嗎, 對吧, 有人就教啦, 我以前就覺得, 哇, 你們讀書心得寫的真少啊, 後來就有一個學生, 他已經有職到不行, 就寫說以上的報告, 是抄自伯克萊網站, 我才恍然大悟出, 哇, 原來寫的那麼精簡, 所以後來我碰到出版社的人, 我說我最近都在改你們的報告啊, 那他就是怎麼樣, 我說因為你們不是都要寫什麼文案嗎, 然後都登在伯克萊上面嗎, 然後我的學生就抄了, 我說你們寫的不錯啊, 老師你怎麼知道的啊, 我說因為一個非常正直的學生, 寫了說以上抄自伯克萊網站, 其他的人抄了都沒說, 所以, 那最歷史上在元朝末年, 明朝初年有一個著名的革命家, 叫做陳友諒, 對吧, 跟朱元璋, 我以前看布袋戲, 陳友諒因為小時候耳朵打了耳洞, 所以他沒辦法當皇帝, 這是民間傳說, 因為女人不能當皇帝, 那是那個時代, 所以叫陳友諒, 那陳友諒顯然是排行老二, 對吧, 他的哥哥叫陳友直, 他的弟弟叫陳友諾文, 聽起來是日本人的樣子, 這是開玩笑的, 有幫助的朋友是這樣, 在亞里斯多德也有講到朋友, 其中有一種朋友, 叫做對你實際有幫助, 實用的朋友, 我們交朋友是因為他對我們幫助, 亞里斯多德就這麼說的, 我們孔子沒這麼說, 所以你要是說我交朋友, 你為什麼要跟我交朋友呢? 因為你爸有錢啊, 我現在畢業以後可以到你們家公司做事啊, 我當然跟你交朋友了, 不跟你交朋友, 我跟誰交朋友啊? 如果你這樣講, 我想人家大概都不會了, 你就算有這個心, 你都不能說出來, 可西洋人就說出來, 亞里斯多德, 孔子就沒說, 有偏僻, 反正都不是好事啊, 這個人有些怪癖, 善柔, 講話好像真的很客氣, 但也不是真心的, 還有便宁, 這個是講話客氣, 善柔是身體很那個, 表現得非常謙公亮, 這都是損儀, 所以損優跟益優, 損優兩個卦, 剛好也是益經的兩個卦, 所以這個, 我們現在都說, 因為用台語就說加減啦, 其實加減就是損優的意思, 損就減少, 優就是加, 這講在哪, 好, 另外一個就是這裡的解釋的問題, 造成了對於儒家理解的這個問題, 到底是無有還是物有, 因為在不同的段落裡面, 有這樣的說法, 然後, 論語裡面常常有奇解, 不同的見解, 有的可能是字的問題, 有些根本就是觀念上的問題, 然後三人行, 比如我實驗, 這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都聽過, 則既善者從之不善者而改, 這重點當然也是在後面這句話, 三人行至少不是真的實質的三個人, 就是一個是善者, 一個是善者, 這個善者呢, 不是說那個好人跟壞人, 你要看過我們與惡的距離, 沒有人是好人跟壞人, 那就是你做出了一個不好的事, 跟你做出一個好的事情, 這句善者就是他所做的好的事情, 在你那三人裡面, 還有他不好的事情, 你就要改啊, 你看到別人做了, 你自己要警惕, 我不能這麼做, 你難道看到人家考試作弊, 你也跟著作弊嗎? 我以前碰到一個學生, 說老師我還不相信台大學, 有學生作弊, 我說讓你看到了, 為什麼台大學還要作弊? 我說你應該反過來問, 為什麼台大學不作弊呢? 他說什麼意思? 我說因為他們很在乎成績啊, 不作弊的學生可能是不在乎成績的啊, 或者很誠實, 有很多可能性, 但其中有一個, 他可能不在乎成績啊, 我就碰過有人到很差的學校去教書, 就不要講哪一學校, 大學去教書, 那學生根本不在乎成績的, 他會作弊嗎? 不會啊, 不許啊, 所以不要小看這個作弊這個事情, 所以你要反過來想, 我不是主張要作弊啊, 不是啊, 這作弊反映出來的現象, 作弊當然是錯的, 大家都應該靠自己的實力, 對吧? 不是靠你的眼力, 對吧? 你不是靠眼睛好, 我看到對方答案了, 不應該是這樣的啊, 是靠實力的, 所以這追善者從不善者而改之啊, 所以這個是三人行必有我誓言, 你有這個為底, 你在讀下面的話就比較了解, 好, 那這裡說, 君子不宗族, 為學者不顧, 祖宗憲, 無有不如記者, 這是無哦, 有的書就改成物哦, 這裡打錯了, 這應該是這個物, 無有不如記者說, 所有人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 都有善者, 我們要擇其善者而從之, 然後過則誤但改, 如果過了就是我們的不善者, 我們要改之, 你這樣兩句話就那個了, 那你看下面的, 祖宗憲, 這不也祖宗憲嗎? 物有不如記者, 過則誤但改, 這一模一樣的話啊, 只是出現在不同的章節裡面, 這顯然是學生聽的時候, 選錯了字, 還有你為什麼選錯字, 是因為你的觀念不一樣, 物有不如記者說, 不要跟那個不如我們能交朋友, 這個很多人後來是採取這種解釋了, 就物有不如記者, 那你想啊, 這很早就有了, 這還不是我講的, 朱熹那時代人甚至更早的人就說, 那這樣你不跟不如你能交朋友, 那你的朋友會跟你交往的, 不就跟你差不多的人嗎? 比你好的人你不如他, 他不跟你交朋友的, 對吧? 那比你差的人你不跟他交朋友, 他也不一定跟你交朋友, 那你說交的朋友都是差不多, 都是一秋之河啊。 所以如果是這樣, 那孔子教我們什麼? 我覺得應該是物有不如記者, 每個人都有他不同的長處。 當然你們在做認識同學這個作業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認真做, 你會發現每個人都是一個保障, 都有很多你不知道啊, 他是這樣的人。 我要是現代學生, 我真的很喜歡做這個作業, 我還希望做完這個作業, 平常就可以跟你聊天, 我不會把那個作業當成是一個作業, 我會當成是一個觸媒, 讓我有機會跟你多聊天。 但是很不幸的, 我指定到現在, 這個作業大概有五六年以上, 這每堂課都指定, 大部分人都是做完就再不理了。 這是我覺得真可惜的事情。 好, 師父領先們了悟在個人, 一般是講修行在個人。 我先告訴你, 就原來那段, 紫下這麼的人, 問交與紫章。 你看紫下跟紫章啊, 這是孔門第二代的當老師, 問交, 交就交朋友, 這裡沒有用朋友, 也沒有用有, 也沒有用朋友。 紫下跟紫章, 那你們老師怎麼說啊? 你先告訴我啊, 對約, 當然就是紫章, 這個紫章比紫下小一點, 叫師叔。 紫下約啊, 就我們老師說啊, 應該說夫子約了, 才對了, 這個不太有規矩。 可則與之不可則舉之, 就勿由不如即之啊, 那可以跟他交朋友, 那我們就跟他交朋友啊。 不能跟他交朋友, 就不要跟他交朋友, 不就是勿由勿由即之嗎? 紫下是這麼學的呀。 紫章說, 一呼無所謂。 呦, 這跟老師學的不一樣, 那他就是無由不如即之。 你看下面, 君子遵賢而榮重, 加善而不能。 你要尊敬賢者, 比你好的人。 對不對? 榮重, 比你差的人。 比你差的人, 你要跟他交往, 你要容納他, 你要接納他。 加善而盡不能。 加善就是人家做好事, 就是擇其善者而從之。 哎呀, 你這件事情做得真好, 而不是說你是大好人哪。 就是你這件事情做得真好。 同學, 你這個作業做得真好, 不代表你是一個好人, 你可能是操的。 對吧? 但是你操的也是表示你有眼光, 操得不錯。 也有人操得很爛的。 我愛情歷史社會學有一年, 有七個同學操同一個作業。 哎呀, 你不知道我第一個看到的時候, 感驚為天人, 我怎麼可以寫出這麼好的作業呢? 等到第二篇再改, 他不是七個連在一塊。 因爲我親自改作業的時候, 我看得出來。 誒,這篇作業好像在哪看過啊? 好吧, 那等下再說吧。 等到第三篇, 後來我就逼不得已了, 我不願意做這件事, 我就上網去查, 就在前十頁。 然後第九個人呢, 只操得中一半, 另外一半他自己寫的。 所以後來都給這些人不及格, 包括我原來第一個人, 我給他A加呀, 我給他A加呀, 因為寫得真好啊, 後來也給他不及格。 同學, 你幹嘛操呢? 我還對了第一個字啊, 每一段的第一個字啊, 一字不漏啊, 為什麼呢? 好, 一乎所謂尊賢隆, 加善而盡不能, 那不能的, 就是他做不到的。 就是剛剛說的, 擇即善者中, 不善者而改之嘛。 他說我如果大賢, 如果真的是有那麼那麼才能, 與人何所不容? 我要尊賢隆重嗎? 我如果是比別人好, 那哪有我不能接納的人呢? 跟我在一塊都會變好啊, 對吧? 我之不鮮魚, 我假如真的是個爛人, 人家拒我, 如果你還輪到機會來拒絕別人嗎? 人家找不跟你來往, 如果根據紫夏的原則。 所以紫夏的理解是錯的, 紫章的理解是對的, 但是後來紫夏比紫章, 紅太多了, 紫夏為西河上市, 什麼無奇啊, 斷桿末這些人都他學了。 所以你說他們學到的孔學或儒學, 是什麼樣的程度? 就這樣的程度, 看不起別人。 很多人學了國學也看不起別人, 這都不是學到儒門的正宗, 我們假如要講的話。 好, 那就接下來講夫婦, 那個是最簡單的講法, 因為有一些我覺得刪掉了, 在講演裡面更多。 夫婦呢, 基本上孔子的夫妻關係是, 你看這變成這樣, 就看不出來, 我在電腦上還給, 魯哀公十年的時候, 孔子在周烈國, 這個死在魏國, 這個是孔子的太太, 機關事或病關事, 或者少一個上面這些三個可能, 找孔子去世, 這個Wikipedia上面有, 兩人感情好像也不太有感情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講師生關係, 師生關係不在五輪關係裡面, 因為這是中國歷史上有史以來, 第一次的師生關係, 以前沒有這樣的關係。 所以呢, 就講的最多就是四科十者, 總共分成四個項目, 然後有十個人, 其中第一個是四個人。 那閻緣大陸都知道, 明子謙呢, 從小聽過傳統民間故事也知道, 冉伯妞重工你知道非常的少, 尤其冉伯妞, 在羅雲裡面他也沒幹嘛, 一天當然他擔心自己沒有兄弟啊, 然後自己又怕自己生病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冉伯妞有什麼德性, 真的非常可惜, 在論語裡面看不出來, 在其他樹裡面也看不太出來。 所以為什麼冉伯妞會變成德性科, 然後竟然沒被記載, 我真的覺得蠻可惜的。 如果這個可靠, 那冉伯妞顯然做了什麼, 很有德的事情, 但沒有傳下來。 那名字先傳下來也不在論語裡, 都是這種江湖傳說, Urban Legend, 那這個重工還算有一點, 那言語科很會講話的就是載我子宮, 如果載我擺前面, 很可能載我的年紀比子宮大一點, 只不過小孔子三十歲, 三十一歲吧, 那可能載我就差二十幾歲後面一點, 載我, 大家都認為載我可能是孔門敗類, 其實不是, 載我是唯一敢跟孔子嗆瞎的人, 如果孔門都有點載我, 我們對孔子的意圖可能了解就更多, 孔門很多都是不問問題的人, 像各位, 所以我只能自己講, 我沒辦法這麼精進, 我也不知道哪些你們懂, 哪些你們不懂, 我相信孔子也是這樣, 所以他有一次抱怨言徽, 可能剛入門的時候, 說言徽也非諸, 魔者也, 余無言無所不悅, 我講什麼他都高興, 所以老師沒有得到任何從學生來的反饋, 正式可以從政的燃油紀錄, 這經常, 這兩人經常出現燃油紀錄, 可是這兩人出現了, 孔子都很生氣, 有一次說, 小子名古而公之可言, 非無土言, 我怎麼教出這種學生呢? 那這個游子, 有一次就說這個, 你就減稅吧, 百姓足均屬於不足, 百姓不足均屬於足, 至少游子還敢講一些老闆不願意聽的話, 藍油跟紀錄都不行, 所以他們兩個在正式課, 那游子在哪呢? 墨有游子啊, 為什麼沒有游子呢? 所以以前人讀書比我們讀的更多啊, 所以說怎麼會沒有游子呢? 所以就把游子列在孔廟大城殿裡面, 雖然不在四科十者之內, 方正在這裡講, 游子, 而文學, 文學不是現在的中文系這種文學, 那些文學, 紫游子下, 大概對於詩有點, 可是紫游其實正式做得很好啊, 因為他在武成治理的時候, 孔子就說歌姬艷用流刀, 講的就是紫游啊, 所以紫游沒有說他講詩啊什麼的, 紫游啊, 紫游啊, 紫游出現的地方沒有太多跟文學有關係, 所以這一段話到底是一個孔門的什麼話, 就要值得推敲啊, 是孔子說的嗎? 沒有啊, 前面沒說紫游啊, 然後孔子說為什麼曾子跟子章這幾個都不在裡面, 這後來都在孔庙大城殿裡面, 後來都在孔庙大城殿裡面, 還加了兩個孔子完全不認識的人, 孟子跟朱子, 好, 所以這是事科實則, 就不要太相信, 聽聽就好, 因為有落網之魚, 好, 紫游, 溫固之心可以為師矣, 所以這溫固之心很多人說, 也不斷復習吧, 將來新的習題你就會做, 不都這樣解釋的嗎? 這個應該不是, 不是這種小格局的一個作業而已, 這溫固是講人類歷史發展的過去, 特別是對孔子來講, 遙順時代的那個榜樣, 所以你就知道未來可以怎麼做, 未來應該怎麼做, 這跟什麼音音於夏里啊, 周音於英里啊, 這段話應該是有點關係, 而真的不是我在高中的時候學到的, 各位同學每天要復習啊, 你復習完了, 考試就考很好啊, 把這題做了, 下一題你就會了啊, 很不幸的, 我們很多的所謂孔子的話, 都給這些人搞砸了, 子曰游, 游就是會辱知之乎, 這個女說過了, 除了為女子與小人, 男人也是女以外, 其他都是辱的一直加三點水, 我教你的你知道了吧, 你懂了吧, 知道就說知道, 不知道就說不知道, 這樣才會長智慧, 這才是真正的知識, 也可以這麼解釋, 這句話講得像相承, 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 就好像要練這個, 然後子曰有叫無淚, 這就是最短的話裡面, 蘊含著平等的教育, 平民的教育, 誰都可以接受教育, 這當然是老師要教的, 你以為這個精神很容易嗎? 在早幾年, 艾滋病剛出來的時候, 大家對艾滋病的了解不多, 誤解非常多, 我就記得報紙上有一個消息, 說台北的某一家大學, 不是我們, 往和平東路那個方向走, 靠近羅斯福路口, 這樣講可以了嗎? 那個大學, 那個大學有一個學生得來自病, 結果學校聽說不知道是西方還是什麼, 不准他去開上學, 就引起討論, 說這剝奪人家的教育權啊, 可是他有傳染病啊, 傳染病要自我健康管理啊, 不是嗎? 現在的說法, 聽完我覺得非常難過, 好吧, 那時候還沒有那麼多電腦可以通訊教學, 或者網路教學, 一個人因為有病, 然後又不是輸血, 或者是接吻啊, 或什麼的傳染啊, 那時候知道的很少, 所以就剝奪那個學生權力, 那這新聞後來沒追過也不知道後來怎麼樣, 那就是有叫有累了, 有傳染病的人我們不叫, 或者我們沒辦法, 在當時沒辦法叫, 現在大概要都可以了, 來師生境界步步高這一點, 這段是我最喜歡論語裡面的一句話, 那一段, 這是公也長二十六, 最後, 言言進入世, 世就是站在旁邊, 彭哲什麼事情幫老師倒個茶啊, 什麼之類的, 我剛回台灣的時候, 我一直到私立教育教書, 學生還倒茶, 那台大教書沒有一個學生幫我倒個茶, 有人買過咖啡給我喝, 還有人買了飲料給我喝, 我都非常感動, 因為我不喝飲料, 老師這個好喝啊, 去冰啊, 跟孔子一樣啊, 對吧, 後來當然有學生, 唉, 你就買咖啡給我喝就算了, 你就不要夾這句話, 說老師我記得你最喜歡喝咖啡, 同學, 你記錯了, 不是我, 我從來不喝咖啡, 你送給我了, 我就喝, 老師你不是說你最喜歡喝咖啡, 我說你真是上課都沒好好聽, 我從來不喝咖啡, 你什麼看過我喝咖啡啊, 別的老師, 年輕一點老師來都喝咖啡, 那是因為他們那時代碰上了Starbucks興起, 我那時代的咖啡根本就不能喝美國咖啡, 那都是警察喝的, 你一看美國警察吃冬冬喝咖啡, 然後每個人胖成那樣, 然後你買咖啡給老師, 然後很熱情, 畢業的學生, 剛好過馬路嘛, 他大概在Starbucks那邊喝咖啡喝完, 就過來, 老師我幫你買一杯, 我說好, 那我喜歡咖啡, 你還說藥是什麼, 我就說好吧, 我就喝那個叫什麼, 焦糖馬其朵, 老師你喜歡喝那個, 因為這個名字太好聽了, 我那聽都不知道什麼意思, 後來還發現, 好像是一個義大利發音什麼之類, 這老師你不喝咖啡, 臨走來這麼說, 我說你夏威來, 不要來東西了, 老師有自己的那個, 你就來就行了, 我就很高興, 從此以後就不來了, 想這老頭太麻煩了, 好, 那我應該跟著學學, 直約了, 三個人在那兒, 閒著沒事, 也沒瓜子可以嗑, 合格言耳智, 這合就合不, 那你就談談你們的志向吧, 這很有意思啊, 要我不就叫你們寫作業了嗎, 寫我的志向, 大家還坐下來聊天呢, 今天人來的比上禮拜多, 上禮拜來的人真是人寥落, 合格言耳智, 聽聽你們的志向, 我給你講, 當老師的其實最喜歡就是這個, 你們就有機會當老師, 真的沒事做的時候, 你就問他, 你家人想幹什麼, 或者你到外面去做什麼, 暑期的輔導, 那小朋友, 就問他家人想幹什麼, 他會滔滔不絕講給你聽, 我覺得這是一個, 拉攏人距離最好的方式, 你要問我們這個老頭, 你家人想幹什麼, 我這求一個好死啊, 那我們只能講這個, 還能講什麼, 年輕人很多人, 子路以為, 子路以為是學長, 而且只小孔子, 九歲, 嚴冤帶小孔子, 三十歲, 這差很遠啊, 兩人差二十一歲啊, 二十一歲是很遠的距離了, 子路以為, 車馬衣青球, 鞠馬, 鞠馬衣青球, 與朋友共, 避之而無害, 他就是一個, 黑到打個醒的人物, 很講義氣, 所以我有車有馬, 你就隨便拿去用, 當成這個, 你鑰匙, 你鑰匙你就拿去, 我聽說, 有個大老闆, 有這個, 跑車, 非常高檔跑車, 他就是, 鑰匙就擺在辦公室, 隨便任何職員去用, 他的開他的跑車, 各位同學你知道, 開跑車要訓練的, 開跑車跟開一班車是不一樣的, 很多人不知道, 也被開跑車跟開一班車一樣, 那出門就撞了, 衣青球, 我有那個, 穿的很輕的一個, 一個保暖的衣服, 與朋友共, 避之無害, 我要願意跟朋友分享, 壞的沒關係, 好氣暖, 對吧, 好, 言雲曰, 紅子也沒任何評語啊, 言雲曰, 願無法善, 無失勞, 無法善呢, 說不誇揚自己的善, 就是自己做好事, 默默行善, 那是你該做的事情, 沒什麽職能拿去張揚, 無失勞有不同的解釋, 如果你要想, 言雲是一個治療漢, 什麽事情我做的就好, 那無失勞就是說, 我不要做太辛苦的工作, 或者我不要, 如果你要想他是一個對天下掌揚, 我讓全天下人都不必有太不必要的勞動服務, 修築建築公設, 修城牆啊, 挖運河啊, 那都不必要, 因為我們不需要有戰爭, 不需要戰爭, 就把戰爭, 又花了戰爭的精力, 時間, 金錢全省下來, 無失勞, 不要讓人民有這種不必要的勞動, 我喜歡這個解釋, 我不喜歡一般說, 不要對別人施加, 那這個應該從一個更大的格局, 因為我覺得格局步步高才有道理, 就對己, 這是所謂的內盛, 把自己修為的很好, 這個是外望, 跟別人的關係, 是一個比較平等的健康的關係, 好, 講完了, 子路曰, 用文指之志, 老師, 那你的志向是什麼? 孔子就說了, 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懷之, 只從年齡上講, 沒有從階級上講, 沒有從性別上講, 也沒有從族群上講, 老者安之, 老年人最後就等死, 所以難聽, 可是我希望他安安心心的活在這個世上, 安度晚年, 那老年人擔心什麼? 老年人擔心的第一個, 經濟上面, 他要不要依靠別人, 所以我當初存了錢, 我們什麼養老的基金, 包括我每一個年輕的時候交了錢, 最後你把我砍了, 然後說因為你們拿太多, 那你為什麼不說因為我交太多呢? 我交那麼多拿回來不是正常的嗎? 你當初答應我的, 那你砍我, 你說我們這些人是米蟲, 那老者會安嗎? 那你知道你現在拿的錢, 十年後你拿更少, 現在已經被砍大概30%, 公務人員, 十年後你大概只能拿到50%, 你年紀越大, 他認為你需求越少, 我不知道這個什麼算的, 反正我的朋友跟我說, 你現在30還有七成可以拿, 你就勒緊褲帶, 到時候只有一半可以拿, 如果還沒死, 你要怎麼活就不知道, 這是個安的問題, 他不一定需要那麼多錢, 但是他覺得他那麼多錢, 他覺得有保障, 就是這個問題, 而且他覺得他沒做出什麼事, 這錢不是他偷的, 不是他搶的, 是你政府當初答應我的, 我那時候也在年輕的時候, 也按月都講了這個錢, 一毛錢也沒跑掉, 怎麼到時候你精英不散, 你就說這怪在我頭上呢? 然後我砍了, 別人沒砍了, 不換管,換不君呢? 我們上禮拜有講, 所以這很多老的智慧都還在, 好, 那你說砍了嗎? 那就是說給這些人一個名譽嗎? 這些人為國, 體諒大家的辛苦, 你就講一些好聽話嗎? 也沒有啊, 你就說這些人是米蟲啊, 這就發生在你們身邊的事情, 你們家的人可能有人就受過這個害啊, 朋友性質, 人跟人之間有基本的信賴, 現在基本上有啊, 然後最奇妙的是, 很多信賴現在不是建築在個人的信賴上面, 而是建築在制度的信賴上面, 個人的信賴是我相信你, 所以你做事情我可以接受, 制度信賴是我不管你是誰, 但這個制度的信賴。 台灣呢, 剛開始有信用卡, 那因為信用卡做比較久, 所以我們到現在為止支付系統, 跟大陸比起來, 大陸就跳過信用卡時代, 直接到了手機支付, 這個事情真的很誇張, 如果你沒見過, 那你真的是不知道, 已經在大陸上多誇張, 我見過我就覺得不可思議, 第一個不可思議說, 你不怕被騙嗎? 我們所有台灣的人都會這樣想, 你不怕被騙嗎? 沒有人怕被騙, 因為反而保障了很多, 比如坐計程車, 大家支付一下。 以前呢, 基德斯基收現金, 很怕晚上最後一半被搶, 現在都搶我也沒錢啊, 我手機有那個, 你搶去也沒用了, 雙方都非常的難, 你要給我一個好評, 那他又非常怕你給他一個壞評, 所以呢, 他的服務相對而言, 就不是因為你是誰, 而是因為這個制度, 基德斯基自己也放心, 做的乘客也放心, 所以大家都放心, 當然會有不好的事情, 那個機率並不高, 你不用這種支付系統, 坐計程車也不可能碰到神經病的計程車司機怎麼樣怎麼樣, 這都有可能的, 那有一個風險, 然後更重要的是, 你真的是隨便就是這樣, 少一下, 在大陸最常聽到的話就少一下, 我覺得那少地嗎? 不是, 少手機, 所以大陸人出門到台灣來也是一樣, 很痛苦, 所以你們怎麼就不能少一下呢? 我說因為我們地很乾淨啊, 我每次都這樣開玩笑說話, 他臉這樣太不方便了, 我們覺得那你都不怕隱私外漏嗎? 政府就這樣控制你, 都知道你幹什麼, 我又不做壞事, 我怕什麼? 方便啊, 然後買高鐵票什麼的, 買飛機票也很方便, 手機這樣全辦好了, 我上次因為母親生病, 我要臨時從北京趕回來, 換機票, 不到一個小時, 跑跑跑跑跑跑, 全辦完了, 在手機上還隨便我打那個電話, 那個人連電話都不用打, 在我旁邊幫我忙, 全部弄好了, 一毛錢不花, 你還多方便, 以前你還得跑到哪裡, 航空公司或旅行社怎麼樣都跟他講, 然後他查他查, 你半天跑不了, 現在不到本, 所以這個方便得很, 這是什麼? 這是制度性來, 制度性來, 他掃你的時候他也沒說, 哎呦, 你的手機不會假的吧? 不用了, 你說那不會出錯嗎? 當然也有出錯的可能, 這個風險已經是大家願意承擔的, 就像信用卡, 剛開始要簽名啊, 剛開始用信用卡要查你的簽名, 每個信用卡掏出來, 然後看你簽名對不對? 後來現在是幾千塊以下, 根本就不用看的, 卡掃一下年輕的那種錢, 這種信賴已經到了說, 你做假實在是劃不來的啊! 所以這個是以前人沒有想到的, 我們年輕一輩的人投資了西門町的一家設計公司, 說你認識他嗎? 不認識他, 那你幹嘛投資他呢? 他在網上徵求啊, 他做T恤設計啊, 我看很好啊, 所以我就投資了, 你不認識他, 你就這樣投資, 他說對啊, 反正也不是很高的額度, 十萬塊, 沒有了, 我也不會請他浪產啊, 那你那麼信賴, 他說我們這一代人就是手機世代, 我不相信手機我還能活嗎? 那你不怕被騙啊, 那被騙就報警啊, 所以這個讓我們幾個老頭就這樣, 蛤? 已經這樣了, 對啊, 就是朋友信資, 我們以前得靠人際的信賴, 現在完全靠制度的信賴, 所以要騙你的人都得花很大的心血去搞一個制度來騙你, 我這裡是檢察官, 打電話給你, 我這裡是什麼什麼什麼, 你上次買了一個什麼, 這都是你信賴的東西, 他不會說我是詐騙機台, 我現在來騙你錢, 沒人那麼直白的, 掃著懷之, 懷著抱在懷裡, 每個人都得到最好的照顧, 現在有嗎? 這個最近, 當然也是, 例子很少啦, 也不能因為這少數的例子, 這個送去保母那裡, 或者送去這個照顧育嬰中心那裡, 然後就死了, 然後窒息而死, 這件事情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順便跟各位同學說一下, 我們剛開始到美國電視都還是很年輕, 快點有人結婚了, 就在美國生了小孩, 美國小孩是趴著睡覺的, 說這樣頭好看, 我們台灣很多人是躺著睡覺, 所以後面很平, 在我那代人很多人後腦勺, 根本就像被刀切過一樣那麼平, 很難看, 但是好看難看, 這是另外一個, 所以老還趴著睡覺, 老還趴著睡覺, 小孩不會悶死嗎? 非常奇怪, 沒聽到幾個小孩悶死, 最近美國有一些小孩睡覺的床說不能用的床, 因為小孩會悶悶死, 他說小孩睡覺最好是平面, 他那個床用的不是平面, 所以那樣會悶死, 所以有一陣子我, 那時代有些人是美國式教養, 所以那個頭型非常漂亮, 就是因為趴著睡覺, 所以這個哨著懷之, 這不是趴著睡覺跟躺著睡覺問題, 而是你怎麼樣讓他有一個在身心方面, 都有比較完善的照護, 這是空子的理想世界, 這是李運大論片裡面最簡要的描述, 在很多社會裡面老者不安, 老者不安,朋友不信, 少者無懷,甚至沒有少者, 所以你不要看這麼好古遠好古遠的事情, 他講的到現在為止, 都還是人類要奮鬥的目標, 那可見這個價值是一個永恆的價值, 如果別的國家也這樣, 像北歐各國都很好完善的福利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不只是永恆, 這還是一個普世價值, 講普世價值, 不是以西方為準, 而是以大家的最小公約書, 什麼這種東西為準, 順便跟各位說一下, 普世價值不是什麼太玄妙的東西, 就是不管我們的文化, 不管我們的宗教, 不管什麼我們都相信的東西, 而且我們都希望有這樣的, 這裡面沒有一神教二神教的問題, 就是作為老者你可以安安, 作為朋友你可以信, 作為少者你可以懷, 就這麼簡單, 所以這個叫師生境界步步高, 然後接下來叫弟子境界步步低, 因為這裡面孔子沒講話, 也沒問說老師那你的話怎麼辦, 這裡面是子路, 剛剛也出現過, 曾希是曾子的爸爸, 具體年紀多少不知道, 因為沒有記載, 但是顯然在子路之下, 子路是九歲, 然有大概三十幾吧, 如果曾希是差孔子四十幾的話, 那大概他差孔子二十幾了, 這一個合理的推算, 二十幾左右, 所以曾希然有公協法是士座, 也一樣那是士, 這邊士座, 中國大概在唐朝或宋朝以前, 是沒有椅子的, 所以士座就跟現在日本人一樣, 常跪的坐在那裡, 你的屁股放在你的腳跟上, 這種做法, 所以不是有椅子的, 現在慢慢時代局都會考中這個, 所以就不會孔子坐在一張椅子上, 現在所謂的壺床, 或者那種折疊椅, 那是從西域傳進來, 有些古董店也有賣, 子曰, 一日掌孤而勿無疑也, 您不要因為我年長就不跟我說話, 各位同學, 老師現在年紀越來越大, 像各位的長輩, 我以前剛回來的時候, 跟學生差八歲, 就像哥哥級的人, 所以學生還比較願意跟我說, 我記得我第一年, 教完書學生的畢業典禮, 爸媽從南部來參加畢業典禮, 在校園照相碰到我, 學生就很興奮跟爸媽說, 爸媽這是我們教授, 爸媽就驚慨到, 教授那麼年輕, 大家都覺得教授應該像我現在這個年紀, 叫教授, 對吧, 教授那麼年輕, 當然教授指一個稱呼, 那時候還是副教授了, 我們也不會說, 不不不, 你就叫我副教授好了, 哦,原來您姓副啊, 不不不, 我不姓副, 我姓正, 哦,你就正副教授, 沒搞到那麼複雜, 這是講校人會出現的話題, 意思就是說, 你們不要不敢跟我講話, 大部分學生都不敢跟老師講話, 年紀有時候有點關係, 鞠則約平常, 鞠是平常, 不吾之也, 哎呀, 這沒有人知用我啊, 我滿腹的經倫啊, 沒有人理我啊, 這都是一群眼睛給拉賽, 拉賽國語怎麼說, 什麼的糞便黏住眼睛的人, 拉是什麼, 是那個, 是一種東西啊, 簡單講, 我每次, 台語翻成國語都有問題, 如果知了, 就會在, 如果人家要知用你, 這知不知道你的名字啊, 是知用的意思, 這知有兩層意思, 上層對下層叫知用, 我知道你有才能, 我用你, 就用在這個知上, 所以我們叫知人善任, 全民事啊, 那你下對上或對別人, 你知道的有沒有去做, 知行合一的問題, 你知的不行, 那都不叫知的啦, 以前是這樣, 只如帥兒對於, 就搶先啦, 帥兒是搶先的意思, 就對了, 為什麼他明明就這樣嘛, 就該做榜樣嘛, 很多人都是要問到說, 那我們今天幹嘛, 很多人都不敢先說話, 先看那個人說話, 那個人不說話, 不要說話, 以前有一陣子, 我們一群人去吃中飯, 常常說, 那今天吃什麼, 大家都歪歪歪歪歪, 然後我就說, 吃, 公保雞丁, 所以後來就謠傳出來說, 孫老師喜歡吃公保雞丁, 我說不是啊, 因為每家店, 大家都有賣公保雞丁啊, 我就先講了公保雞丁, 第一道菜就有了, 對吧, 然後後面就會比較容易, 就好, 他叫公保雞丁, 那我就要拿麻婆豆腐, 那我叫什麼, 我叫什麼, 不然的話, 第一道沒有人叫出來, 大家就看, 那你呢, 你先吧, 你先吧, 我怎麼好意思, 你先你先, 幹嘛呀, 吃飯呀, 或者麥當勞就幾號餐, 我通常都叫第一個或第五個, 最快, 因為還有就是記得住, 有時候你們這有什麼, 你這樣就記得第一個, 最後一個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啊, 要不然就是有那個菜牌的, 有照片的, 就看哪個照片大, 這漂亮, 就選那個, 通常照片越大的, 是他們越拿手的, 你就點那個就對了, 所以有一陣子說, 順老爺喜歡這公保雞丁, 不是的, 不是的, 但是你點了, 我也不會太在乎, 保險一點, 就點菜股蛋啊, 點什麼豆腐啊, 對不對, 不要太辣的就行了, 好, 如果知道, 可以在直路帥兒堆, 千聖之國, 這個聖是四匹馬拉的那個馬車, 有一千輛這樣馬車國, 就大國, 不是大國, 比大國小一點, 涉乎大國之間, 在兩個大國, 中間的這種, 佳計師旅, 有軍隊, 要打仗, 然後還積緊, 就是天災, 有也為之, 有就是子路, 有也為之, 必及三年, 不到三年, 或差不多三年, 可使有勇, 我會讓老百姓都有, 抵抗的能力, 給他們軍事訓練, 且之方言, 而且不會亂搞, 這方式有個方向, 或者這個方法, 夫之, 省之, 是論語裡面少數用的笑的話, 但是怎麼笑, 因為在子之五成的時候, 他是玩耳的笑, 玩耳的笑是開心的笑, 省之呢, 大概是, 有點嘲笑, 哼, 每次都這樣, 好不好, 大概有這樣的意思, 古著裡面呢, 大概太, 連子路都很尊敬, 所以都說笑, 然後都沒認真註明, 這怎麼會是, 你看上下文字, 好了, 球, 球就染球, 就剛剛那個, 而何如, 那你怎麼樣呢, 說說看, 對於方六七十五六十, 剛剛是千聖之國, 然後現在這個打了六折跟七折, 要不然就六十, 五六十, 好了, 就越來越往下面, 跳著大拍賣, 球也為之, 必及三年, 也是三年, 可使逐民, 我可以讓老百姓呢, 復甦起來, 就老百姓, 人民不會變成少子化了, 如其里悅以思君子, 那里悅我沒辦法, 我沒這個訓練, 那里悅誰有辦法, 紫游有辦法, 可紫游不在這兒, 不管那時候他是, 加入了孔門還是沒有, 赤, 攻心是華, 所以跳過了, 曾希的爸爸, 不是, 曾, 森的爸爸, 就曾希, 赤而何如, 對於非為能之樂邪, 你看, 更謙虛啦, 啊, 不是說我能啦, 但是, 我可以學, 所以下面是我願意學的事情, 中廟之事如會同, 就是到廟裡啦, 舉行祭孔典禮啦, 或者這個外國使節來啦, 我做的端章服, 戴著黑帽子, 啊, 願為小巷焉, 我可以做一個這個巷禮工作, 思宜啦, 簡單講是這樣, 好啦, 這三個都問完了, 孔子沒有任何表示, 哈, 這記載裡面沒有, 我相信也沒有, 因為已經, 垂心肝了, 你知道嗎, 我教學, 教到現在, 然後第一個, 那麼誇大, 然後後來的人又都那個, 因為有一次, 這個, 紫路跟阮球, 問孔子說, 文思行諸, 我是不是聽到了什麼好的事情, 我就得去做, 孔子對紫路說, 不行啊, 你家有父兄啊, 你好好考慮一下, 你還有爸媽在哪, 你千萬要謹慎, 所以不讓他去, 然後那個公秀說, 你要去啊, 當然是知道就好, 去做啊, 然後這公秀華也是他, 說老師, 我就不懂他, 他們兩個問你, 同樣問你怎麼給不同答案呢, 他說, 哦, 因為這個紫路呢, 有也奸人, 故退之, 然後這個, 垂耳退, 故禁之, 他呢, 比較退縮, 所以我要鼓勵他往前, 然後另外一個傢伙都往前衝, 我就把他拉回來一點, 也剩了兩個人, 也剩了三個人, 好, 點, 點就珍惜了, 耳和如啊, 怎麼沒聽你說話呢, 然後你看他要幹嘛, 古舍, 那時候比較少講琴, 講舍, 古舍息, 然後就慢慢慢慢因為盪下來, 坑耳啊, 結束了啊, 舍舍而坐, 把這舍放一邊, 然後移身過來, 對約, 對約是下對上就叫對約, 一乎三職者之傳, 我跟前面三位講的都不一樣, 這傳應該是說法, 或者有人說是做法, 子曰, 何尚乎一個言其至, 你看第二次了, 前面講到, 你各言其至, 如或知耳, 則何如, 這邊說, 亦各言其至, 表示你都不知道, 我就這樣講講那個, 好, 你等一下還有這句話呢, 牧春者就是春天的尾巴了, 春福繼承, 春天都要過去了, 春天的衣服才做好, 你要是搞服裝業就垮了嗎? 現在春天就是開始賣夏季的衣服, 夏季賣秋冬的衣服了, 不是嗎? 你還春福繼承, 所以這句話非常的奇特, 有點像孔門密碼, 聽不懂, 為什麼牧春者春福才成呢? 不及時啊, 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冠者就是年紀表, 那就是已經二十歲了, 或成人有成人禮的, 童子是還沒有成人禮的, 那有人就說, 你看嘛, 這個還真不是開玩笑, 在這個衛尼南北朝央時候, 那黃坎就說了, 孔子為什麼有七十二個弟子, 就在這兒來, 五六三十成法, 六七四十二, 三十加四十二, 剛好七十二個人, 我知道這個故事呢, 是聽相聲聽來的, 後來呢, 研究幽默手學, 在明朝的笑話集裡面, 校史裡面看到這個故事, 我就以為是明朝人編的笑話, 後來寫《論語三六五》, 《大陸百教》《論語日記》, 正真的看了那個註解, 才發現這是從梁朝的黃坎, 就已經說了這個話, 而且他很認真說的, 他不是當相這麼講的, 所以這裡叫孔子的弟子七十二人, 冠者五六人, 孔子六七人, 遇呼遺, 在遺水邊, 玩水洗澡, 風呼五漁, 五漁是祭雨神的台子, 在五漁台上呢, 這個跳舞, 風乾了, 這個天氣好, 暮春有點涼, 所以很可能得肺炎, 所以這其實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趙親愛的, 勇而歸, 然後一起唱歌回家, 像一群喝醉酒的人, 然後最後人家酒店關門, 把你踢出去, 就唱歌在街上, 夫子愧然而歎, 無欲典也, 在這裡呢, 就這個關鍵, 有人就覺得這是很高的境界, 這是一個世界大同的境界, 所以呢, 夫子愧然而歎, 興奮啊, 哎呀, 無欲典也啊, 我贊成點啊, 這個語字就有人當贊成的意思, 這語字有好幾種意思, 一個是參與的意思, 一個是贊成的意思, 還有別的意思, 好, 但是我覺得不是, 因為愧然歎約在古書裡面, 在那個時代古書, 大概有兩種意思, 沒錯, 一種是讚歎, 哎呀, 真好啊, 讚歎師父, 感恩師父啊, 這種讚歎, 另外一種呢, 是崩潰的歎, 悲歎, 哀歎, 你知道, 一種說, 啊, 點個讚跟唱摔摔是不一樣, 愧然歎無語點, 這語呢, 是參與的意思, 所以我那邊理解啊, 就是說孔子覺得弟子一個比一個差, 到後來這個人連出去當官都不願意, 就願意到河邊洗澡了, 啊, 這跟人家講說這是一個大同境界, 我採取完全不同的立場, 為什麼, 除了這個以外, 等一下還有道理, 啊, 空子覺得自己教書學, 沒教出什麼好學生, 我們以前玉老師也常說, 哎呀, 教書多少年, 沒教出一個好學生, 啊, 沒教出一個明白人, 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語呢, 就好吧, 唉, 教成這樣, 那你沒去洗澡, 就叫上我, 我語點也, 我參與咖, 很多人不認為我這個解釋有道理, 好, 那如果, 如果這個經典記到這裡, 這個你還真難推薩, 我是對的, 你看下一段, 接下來, 如果, 都沒問題了, 還有人認為, 曾希是孔門的最高的聖人, 因為他了解孔子的意思, 所以說, 吳語點也, 我讚賞點啊, 如果是那樣, 這段就講不通了, 三職者出, 就前面那三個人, 曾希後, 他大概在收東西嘛, 對不對, 人家都在那邊聽課, 他那, 彈琴作伴奏, 他誰啊, 啊, 我國樂社的, 老師, 我國樂社, 我替你伴奏一下, 曾希曰, 伏三隻之言如何, 老師啊, 我那三位學長, 學弟, 講的怎麼樣啊, 你如果是最高弟子, 你問這幹什麼啊, 啊, 你要聳一下嗎, 表示他們都不如你嗎, 因為只有老師, 你高興啊, 老師怎麼會只有我高興呢, 高興你不是問這個了嗎, 我孔門第一嘛, 叫我異哥嘛, 對吧, 子曰, 異各言其之也也, 第三次說, 只不過就是談談個人的志向吧, 你不覺得這句話已經有一點有氣無力了嗎, 啊, 我就認為這句話已經是第三次講, 我講三次你都沒懂, 各位同學, 不要講以前啊, 你們要問我三次, 我說這不是講過了嗎, 到時候一定有還人問我, 啊, 老師我們最後的報告要怎麼做, 我不是開學第一天就講過了嗎, 那天我沒來, 我還沒選上課, 我中間不是有講過嗎, 我剛好沒聽到, 啊, 那我只好重講一遍, 對不對, 我也不能就拍桌子罵人啊, 啊, 這樣不對的, 啊, 同學有問題, 我們就得回答, 但是有時候就這樣回答, 啊, 好同學, 那我再講一遍, 啊, 你好好聽, 啊, 口氣就不一樣了嗎, 我還是講了, 這也是一樣, 亦各言其志也矣, 特別的這種語尾詞那麼多, 你大概, 這個我覺得是孔門裡面的特殊表情, 以前沒有表情符號, 在這裡面大概會有一個那種, 啊, 一個饅頭人不是這樣, 衣服很累的樣子嗎, 曰, 夫子何審有也, 好吧, 那你問吧, 那為什麼子路學長講完, 你要審他呢, 你要那種嘲笑他一下呢, 或是你要那種看不起的笑呢, 曰, 為國以理, 其言不讓, 事故審之, 自己國家最重要叫理, 你的重要精神是讓, 這傢伙根本就不讓, 他還想他能治國, 哼, 我不諷刺他, 我不笑出來我才怪呢, 你何的何能啊, 你憑這樣你要治國啊, 你會治出什麼國來啊, 事故神之, 這孔子講得很清楚啊, 為國以理, 是其言不讓, 這家好連該怎麼治國都不知道啊, 好, 那, 這個我想, 曾希這時候一定是高興的, 嘿, 大師兄也不過如此啊, 我是第一名, 孔門第一, 當定了, 為求於, 則非邦也於, 那, 二師兄說的應該是邦了吧, 然後孔子就說, 安見方六七十五五, 六十五非邦也者, 這句話不是前面就講過了嗎? 不就前面就講過了嗎? 所以孔子再把話講一遍, 不是已經好, 有氣無力了嗎? 非邦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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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給你新的資料, 就把這重新的話再講一遍, 老師那次作業就明天交對不對? 就明天交了, 如果不一樣說下禮拜交, 什麼是明天, 多給你一個禮拜, 你了解這種講話, 你到時候你也會有這種心情, 當你被人家問煩了, 你真的只好有氣無力, 再把前面的話重述一遍, 我不是都跟你講過了嗎? 那你還要講, 好了, 為了我不讓你投訴我, 我就在心平氣和的, 然後又表現出某種不滿的, 跟你再講一遍, 你一定都碰過, 我跟你說, 我就碰過, 我也做過, 有時候真的不可以, 我就講出這種, 同學這樣可以嗎? 是累了, 好好回去, 等他一出門, 心中就幹掉起來這樣, 我們當老師只有那麼多OS, 那赤也非幫也餘啊, 講的不是一個幫我, 中廟會同, 非諸何而合, 赤也為之小生物最大, 你覺得他還講出有力氣的話了嗎? 中廟會同前面都講過, 你都沒聽嗎? 他真沒聽, 我跟你說啊, 他就在那邊鼓涉彈琴了, 沒在想, 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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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歷子進階步步低, 我覺得是這樣, 那他的, 他沒問他自己啊, 老師, 那我講的如何? 我不是叫你要去洗澡的時候叫上我嗎? 要去咱們師生一塊去啊, 那老師你不喜歡我嗎? 怎麼會呢? 這是我解釋給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尤其這一段後面, 如果他真懂, 這後面是不必問的, 如果他針對這些學弟瞭解, 針對孔的瞭解, 孔子之嘆, 他當然瞭解, 因為找不到好學生了, 弟子一個比一個差啊, 或者弟子的志願一個比一個小, 那當然唯一的希望就是, 弟子一個比一個謙虛, 那還有希望, 如果弟子不是那麼謙虛, 如果家只訓練出來, 只是宗廟會同這種思宜, 那孔子教這一弟子有什麼用啊? 你這些都不能治國, 然後能講出向來能治國的人, 其言不讓。 好, 那這個有一段不在論語裡面, 但我覺得講得太好的這個故事, 就入師門是變化氣質啊, 變化氣質其實是宋朝人說的, 讀書就在變化氣質, 什麼叫讀書變化氣質? 我覺得最好的故事, 最好的話, 常常是用真實的例子來解釋這個, 這裡面主角有的時候是換人, 有的時候換人, 說明子謙, 講得有德性的那個人, 始見於夫子, 他剛開始到師門來的時候, 有菜色, 臉色不太好, 吃的不太好, 又被這個繼母虐待, 穿的也不太好, 後有除幻之色, 後來臉精神飽滿, 像吃肉一樣, 除幻之色, 子貢問曰, 這可能不是真的故事, 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預言, 就表示, 子貢說, 子您啊, 食有菜色, 今有除幻之色, 何也? 怎麼氣色變成這樣? 明子曰, 無出奸家之中, 我是個窮苦人家出生, 這奸家在詩經裡面有一篇, 就盲草啦, 可是呢, 我進了夫子之門, 夫子內切磋以孝, 用孝來大家互相勉勵, 啊, 然後呢, 外圍之成王法, 就內生外王, 啊, 或者是家的事情, 這是國的事情, 心切樂之, 我心中高興, 我就是來學的東西, 結果, 我們孔老師有教, 初見羽蓋龍騎, 求沾相隨, 看外面的人那種, 排場很大, 心又樂之, 我也覺得那好, 跟我們孔老師好像沒什麼出息, 你看人家可以這個, 兩者相公雄中, 我喜歡跟老師學這個, 我也喜歡人家富貴騰達那個, 你看多麼誠實啊, 相公雄中, 常常覺得, 哎呀, 我不該跟孔老師學, 我該直接就去幹嘛, 而不能認, 事宜有菜色也, 所以剛開始, 我心中的價值觀還沒確立, 我希望能夠填飽肚子, 然後這個廢荒騰達, 然後可是呢, 又希望怎麼樣, 所以我才有菜色, 啊, 所以你臉上有菜色, 表示你沒有堅定的信仰, 今批夫子之文近身, 我受到孔子的教誨, 這文是什麼都教, 又賴二三子切磋近子, 然後到了孔門來, 這邊有很好的師兄弟, 大家切磋, 內明於去就之意, 我在這邊學到了, 什麼東西該出去做, 什麼東西不該做, 不是說為了做官, 什麼人來我們都去, 我們要有一個選擇, 這跟做朋友一樣, 出見羽蓋龍騎沾球香水, 視之如坦土, 人家再怎麼風光那個, 我怎麼看都覺得不重要, 這叫坦土啦, 那就是一堆不重要的東西, 在別的地方, 當孔子說富貴與我如浮雲, 就是不重要的東西, 是以有除幻之色, 所以這裡面就告訴你, 你學到了真正你自己喜歡的, 你也覺得重要的, 你的價值觀確立了以後, 你就會從有菜色到除幻之色, 這孔子厲害的地方, 原來子路也是一個莽夫, 後來就是被孔子調教, 成為後來孔門中很重要的人, 好,另外叫食從節乃縣, 這是我定的標題, 魏林宮第二篇說, 再成絕兩, 他到成果去被, 就是重著病, 跟著他的人都病, 病就是病重, 莫能興, 這個有人說是餓肚子餓到像生病了, 莫能興就站都站不穩了, 師可以心可以觀, 可以群可以怨, 這心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起的意思, 子路運見啊, 子路很不高興啊, 我給你學, 學漫天怎麼落到這個地步呢, 當然不一定有那個車馬連技啊, 或什麼什麼香水啊, 君子亦有窮乎, 我們做君子人行的正道, 難道也會有窮途末路之時嗎, 這窮不是沒錢, 這窮是沒有社會地位或走投無路, 只曰君子顧窮, 君子是有窮的時候, 但是他沒講, 他只用另外一個反差來表示, 小人窮失來, 小人一旦碰到了窮困, 他就不擇手段, 做出下三爛的角色, 你今天對不起我, 你沒怪我啊, 所以你罵我, 我也罵回去, 孔子不是對呀, 君子顧窮, 就算窮我都守住我自己的理想, 守住我自己的信念, 佛陀不是要死了嗎, 阿難不是問他怎麼面對女人嗎, 最後佛陀什麼, 守住你的信念, 好, 所以這不一樣, 這段故事,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故事, 論語裡面竟然沒有, 我也覺得很可惜, 沒有的原因可能因為這故事太長, 也是三段故事, 孔子跟弟子的關係, 孔子之弟子有運行, 就再稱絕糧, 照子禄而問曰, 剛剛那是子禄運劍, 把子禄叫進來吧, 子禄就講到, 詩雲, 四非虎率比曠野, 詩經裡面的話, 無道非也無何之, 這是一個標準的問答題, 難道我所信封的道錯了嗎, 我為什麼會淪落到這個地部, 子禄曰, 義者無畏人也, 這個子禄呢, 就傻傻的相信了, 無道非也這段前提, 可能我不是, 我不夠人吧, 我沒多替人家考量, 所以人之不信我也, 朋友信之很重要, 人家不信我, 就是我還沒達到那個標準, 或者呢, 意者啊, 無畏智也, 智跟人是孔子經常講的話, 也許我智慧不夠, 所以人之不我行也, 所以人家才不追隨我的道, 孔子聽完就火了, 人沒吃飯脾氣已經不好了, 這是火上加油, 孔子曰, 有事乎, 有這樣的事嗎, 我平常教你是怎麼學, 由, 辟使人者而必信, 安有薄一俗其, 薄一俗其就告訴你, 人者有的是有這些壞的命運, 不一定會有這好的結果, 智者而不行, 安有王子比肝, 王子比肝算是最有智慧的, 最後怎麼樣被剖心, 所以是誰的問題, 不是王子比肝的問題啊, 是剖他心的問題啊, 咒王的問題啊, 好, 子如初, 子如摸摸鼻子, 覺得自己真的是不討好, 這老頭當初就趕一劍拔給殺了, 沒想到被他收服了, 子如曰, 四爺, 匪師飛骨, 鑽匪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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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匪, 子宮曰, 夫子之道至大, 你看這個做生意的人都會講話, 老師你的道實在是太偉大了, 故天下莫容容夫子, 所以你的道太大了, 天下沒有一個小廟容了你, 小廟哪容了大佛呢, 我們現在說法, 那時候還沒佛, 所以不能這麼說, 夫子蓋掃扁, 就這樣吧, 你就配合人家一下吧, 你別那麼大, 人家容不下你嘛, 配合一下, 配合一下, 打個折扣吧, 就像什麼隊贏了, 你就打個六五折嘛, 什麼這, 孔子曰, 是, 良農能駕不能為色, 這個農夫做的是耕田的事情, 不是這個泥水匪做的圖牆的事情, 良工能巧不能為順, 良工可以做出很巧的東西, 他不能夠順的你的意, 做出違反的自然定律的事情, 君子能修其道, 剛而即之, 統而理之不能為容, 君子的任務是修道, 然後遵循這個道, 然後同理這個道, 不能夠就是別人配合別人, 今耳不修耳道而求為容, 你自己不好好修道, 就想著配合別人, 別人喜歡什麼, 我做什麼, 是耳之不願意, 真是志向不夠偉大呀, 好, 這三個人都, 兩人都罵完了, 最可愛的人, 言徽入見, 孔子曰, 回, 是於肥思肥武帥不況也, 無道非也無何之, 肥思肥武就, 我也不是野牛, 有人說是犀牛, 也不是老虎, 怎麼我就在曠野遊蕩呢, 我難道沒有一個家嗎, 這當然動物園絕對不是動物最好的家, 動物園是另外一個事情, 常常有人問我說你怎麼不去動物園呢, 我說我去看人家被關著幹什麼, 就像我去看監獄一樣, 那是很難過的事情啊, 好, 言徽入見, 夫子道之大, 顧天下夢中, 這句話是從子宮的朝來的, 對吧, 雖然夫子推而行之, 雖然如此, 但他結論不一樣, 前提一樣, 夫子推而行之, 不容和並, 可是你是要推行啊, 到處去販賣你的道啊, 推行你的理想, 不容和並, 不容然後見君子, 不容是什麼問題啊, 不容才知道, 你是個君子, 接手自己的道, 這不就是孔老師一直教他們的東西嗎, 怎麼會只有言會懂呢, 夫道之不修, 事無仇也, 我如果不好好的修道, 那是我該慚愧的事情, 大道既以大修, 不用, 我現在都有一套治國的藍圖, 我都想好了, 老者暗知朋友, 不容和並, 不容和並, 不容然後見君子, 這句話講兩遍啊, 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兩遍就可以了, 再思可以, 不必三四而後行, 現在說, 因為很重要, 所以要講三遍, 不必, 孔子講兩遍就好, 孔子心而而笑, 孔子高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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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是哉也是之之之, 你講正好啊, 姓嚴的啊, 十而多才, 為兒仔啊, 你要是很有錢, 我就當著你的屬下, 幫你算錢吧, 高興的話, 講出來是這樣, 當然, 嚴徽絕對不可能很有錢, 所以孔子也絕對不會為他而哉, 但是這表示孔子願意為生, 為生相求, 如果有的話, 這段話更少人知道, 叫《農山言志》, 這個在《說願》裡面, 《說願》也是一堆故事, 非常好的故事, 好, 孔子北游到了農山, 一個地方叫農山, 就在魯國的一個山, 現在到底有沒有這個山, 我不知道, 子路子貢, 炎冤從焉, 這跟前面三個人是一模一樣, 孔子溃然探曰, 你看這是崩潰還是戰探, 你自己看後面, 登高望下, 使人心悲, 在那麼高的地方往下看, 二三之者各言而至, 某將聽之, 你們就說說看你們的志向吧, 我相信這也是假的, 但這裡面講到弟子境界, 你看弟子怎麼看這個世界, 或怎麼解決問題, 子路曰, 愈得百語若月, 赤語若日, 忠古之音, 尚故人為天, 驚奇翻翻, 下凡於地, 由且舉兵而己之, 必也攘帝千里, 獨有能耳, 使夫二子為重焉, 簡單說他要帶領軍隊打仗啊, 這是描述, 然後攘帝千里能夠佔領一千里的地, 這只有我做得到, 那三個人裡面當然只有他做得到, 然後我呢, 希望兩個學弟更成功, 打仗啊, 拿著掃把我也要保護家園啊, 我們最近不是有這樣的話嗎, 孔子曰, 勇哉是乎, 憤憤則乎, 哦呦, 看算你勇啊, 第一勇啊, 孔門第一勇, 好, 子曰怎麼說, 這做聲音, 子曰曰, 是也願齊楚, 合戰於芒陽之也, 齊國跟楚國, 一個是南邦大國, 一個是北方大國, 齊國在現在山東, 楚國大概在湖南湖北這一帶, 兩壘相當, 旌旗相望, 要打仗啦, 前面講打仗, 這也是對打仗描述, 塵埃相接, 接戰勾兵, 四, 就是我啊, 怨卓告一白冠, 全身白的, 那時候的, 陳說白任之間, 結兩國之患, 獨四能二, 我希望做外交工作, 讓這戰爭都打不起來, 好好談判, 然後死副二職者重演, 我希望其他兩位來跟從我, 幫我做這件事情, 孔子讚嘆說, 變宰, 哇, 這一張好的這個口才啊, 先先者故, 真是, 這個要怎麼描述再說, 這個先就是先人的先, 古代表他寫成這樣, 好, 這次呢, 言徽獨不言, 這個好像不講話, 別人講了軍事, 講了外交, 這個人不講話, 孔子曰, 回來, 不是回來, 你要跑下去, 不是這樣, 古代沒有, 沒有回來, 但是你知道, 回來, 若獨何不悅苦, 你怎麼不講講你的願望呢? 言徽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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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爬山, 爬得太高了, 太喘了, 因為平常身體不好, 還在那喘著呢, 文武之事, 二之言之, 你看, 文就是子貢說了, 吳, 子路說了, 二之言之, 回何敢欲言, 我查不上話, 他們兩個說得很好, 先把學長誇一遍, 孔子曰, 若比心不與焉, 地言之, 沒關係啦, 你就算差一點也沒關係啦, 來說說看, 比是比較差的, 心不與焉, 沒關係, 地言之, 心不與焉, 什麼意思, 我現在意思想不起來, 本意思就是說, 你就說說看吧, 言徽曰, 你聽, 回聞鮑魚籃指不同夾而長, 鮑魚是臭的, 籃指是香的, 你不能裝在一塊, 簡單講是這樣, 搖順節奏不同國而至, 搖順是好的君主, 節奏是亡國之君, 你也不能夠同國而至, 這完全不同的境界, 二之之言與回言義, 他們兩個講法都跟我不一樣, 這話講得像是, 曾希講的話, 一國三之傳啊, 什麼什麼之類, 我覺得很不乾脆, 好, 終於重點了, 回願得明王聖主的向之, 我希望當明王聖主的宰相, 使成郭不休, 勾持不悅, 不必修成郭, 因為郭又打仗, 成坏了就壞了, 成強的目的是為什麼, 護城河的目的是為什麼, 就是為了防衛啊, 國防啊, 我希望不必修國防, 我們要買武器啊, 最好的國防就是和平, 最近不是有人這麽說嗎, 勾持不悅, 也不用修勾持, 因為不會有人要打仗去, 不用怎麽覆成河的問題, 斷劍己以為農氣, 不用那些武器, 把那個劍己全部弄來做耕種的武器, 和平的武器, 使天下千歲無戰鬥之壞, 要不要跟人家簽和平協定啊, 我一千年都不用擔心有打仗, 如此則由和憤憤而及, 我就不必跟人家很生氣去打仗, 殺對方或保衛家園, 由就不必憤憤而及, 使呢也不必先先而食, 那兩個學長的資源都不必做的, 我也不用帶領兩位學長做的事情, 前面都說我要帶領其他兩位做, 咱們有和平誰都不必做, 大家回去歸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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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 就像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那樣 說那老是你呢? 孔子曰,無所願者言世之機 我所要想的就是言回想的東西 無怨父一貫而從言世之也 這也是時而有財,無畏而載 你真有錢我就跟著你,幫你算錢 就這個意思 所以言回的理想就是孔子的理想 大家好好過日子,不必打仗 把所有武器都變成農具 你覺得這跟現在看到政治人物的討論有差太遠嗎? 不還是這種問題嗎?要打仗?要靠外交?還是靠和平? 中文候選人都講這樣的話 都在訴求這幾種可能性 你覺得哪一個境界最高? 我跟孔子跟言徽想法是一樣的 好,這是這個部分的講明